水气腾腾 昏黄的烛火 被映得有些朦胧 一桶之内 男子精壮的身躯 被蒸腾的水气环绕 五官被水气熨染 水雾朦胧中 只觉脸部轮廓精致的 像是有人专心雕琢的一般 只听见上空一阵风声起来 不等男子感应 琉璃瓦扑救的屋顶 发出重物撞击的声色 紧接着一道身影跌落 瞬间水花四溅 门外看守的乌鸦 手持长剑闯进屋内 只见一片水花溅起 缕缕剑光在水光中飞鱼 墨鸦 墨鸦从玉桶之中抬起头来 一双桃花眼映入眼帘 犹如三月的春水 让人心神荡漾 眉心那一点朱砂 让这男人看起来似仙似妖 美得不似凡人 驱魔剑发出阵阵的剑名 墨鸦这才有些回过神来 知灵 热剑 墨鸦伸出右手 驱魔剑在半空中 划过一道金光 最后十分听话地 落入墨鸦的手中 景云倒也不怕 任由墨鸦和自己一起 呆在玉桶之内 你是何人 说着便上下打量着墨鸦 这人一头短发 五官没有什么独特的 可那双眼睛却好看得紧 清冷淡然 犹如一汪湖水 流氓 正妖起身 仙妖却被一双大手 给禁锢在玉桶内 不说 墨鸦挣扎着 将手探向腰间 一张紫符 悦然指尖 这样 话还未说完 墨鸦便觉得后颈一阵剧痛 王爷 这人该如何处置 出手不凡 审问清楚是哪边的人派了他 墨鸦醒过来 头还有些疼 他呆呆地看着头顶上的床障 仔细回忆 自己是发生了什么 他记得 自己接了一单温泉酒店的大生意 去抓一只头七回来杀人的恶鬼 眼看就要抓到了 不知道怎么 好像整个人就往下吊似的 再后来 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男人 很漂亮的男人 然后自己就被那个男人的伙伴给打晕了 你大爷子 姑奶奶也敢打 墨鸦抬手 想要揉一揉 还有些厚腾的脖子 还未抬起 便感觉到手腕上一阵阻力 扭头看去 自己竟然被人 一大字的模样 绑在了这张床上 王八蛋 放开我 小公子醒了 奴婢这就去禀告王爷 王爷 只是 莫里没有等来那个王爷 反倒是等来了 昨夜打晕他的乌鸦 你个王八蛋 有本事背后偷袭 有本事和我光明正大地打一场吗 陈叔 反去见王爷 话音一落 门外乌痒痒地冲进来十几个壮汉 将大床围了起来 呃 喂 你们做什么 床板被那些壮汉放下 立在了地上 对面是一汪壁壶 壶上的凉亭上 一个穿着蓝衣的男子正在抚琴 你有本事绑架 有本事给我打一场啊 莫里不停地叫嚣 眼中怒气满满 谁派你来的 若是说了 饶你一命 什么派我来啊 这天底下如果我不想做的事情 没人能够逼着我做 更别说是使唤我了 果真如此 景云走上前 从凉亭的阴影走向阳光 莫里看着她 蓝衣披着阳光 苍白的脸在阳光下 更是没了半点血色 迈着有序的步伐 仿佛踏碎了一地的阳光 走到莫里的面前 若是本王想使唤你呢 小白脸 你凭什么呀 就凭本王长得好看 我真不是谁派来的 也不会害你 你将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这就走人 免得爱了你这个小白脸的绝世美貌 景云让人取来一个双肩背包 和一个腰包 却里面的东西 她看了一夜 里面的东西很奇怪 嗯 你是捉鬼师 抖了抖面前的背包 景云轻轻地咳了几声 露出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 不是 我可是鼎鼎有名的驱魔师 莫里眼中露出骄傲和得意 十个捉鬼师都比不过一个驱魔师 更何况 她还是驱魔世家的唯一传人 只是 还未骄傲多久 莫里便看见 在景云脸上闪过一道黑气 下意识地开口 你中鼓了 你还会鼓 你中鼓了 你还会鼓 景云微微挑眉 如此这般 她就对莫里更是感兴趣了 学历一段时间 看你的脸色 中鼓的时间 应该也有很长了 少说十年 你帮本王解骨 本王就将东西还给你 书和 好 莫里整口答应了下来 现在的情况 不管她答应不答应 她的性命 都是捏在景云手中 更何况 神龙玉佩还在包里 就算她死 都要拿回来 本王且信你一回 若是有朝一日 你欺骗了本王 本王要你死 你全是 我从不骗人 既然你相信了我 还不把我放开 向云点头 一旁站着的乌鸦 发出长剑 在莫里的身侧挥舞了两下 又迅速地收了起来 两道剑光之后 莫里就从床板上掉落了下来 绑着莫里的绳子 端成了几节 落在地上 而莫里 恰好摔在了景云的脚边 莫里也不管自己 现在是不是很狼狈 她在地上夺过包 先将腰包系在了身上 又连忙蹲下身子 打开双肩背包 一边翻找着 一边嘟囔 千万不要让我 撒起你动物的东西 不然我就给你吓咒 我半夜招会吓死你 景云居高临下地 打量着莫里 又见到她翻出来的 那些符咒和法器 哦 你还是还俗的佛家弟子 莫里手一顿 先是抬头看了景云一眼 又低头 带着不可置信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胸口 按道 我就这么平 羽佩呢 大胆 乌鸦迅速抽出长剑 剑尖直指莫里的脖子 反倒是被莫里拉扯着的景云 显得十分的淡定 什么玉佩 我爸留给我的玉佩 一块龙形的碧玉 莫里几乎是吼出来的 且不说那神龙玉佩 是他莫家世代传下来的 驱魔神龙 那也是父亲临死之前 留给他唯一的东西 本王没有拿过你的玉佩 不可能 我一直都是缝在包里的 莫里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刚才检查的时候 缝起来的那些针线 并没有被拆开的迹象 那玉佩 难不成是在包里凭空消失了 你是王爷 是 王爷的势力很大吧 对你来说算是 你的骨不简单 我帮你结果 你帮我找玉佩 刚才将东西给你的时候 你就答应了给本王结果 吃亏的买卖 本王从来不做 那你要怎么样 做本王的随从 景云说着 领着乌鸦等人就离开了 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 明日给本王结果 莫里站在原地许久 脑海中闪过种种思虑 神龙玉佩没了 去魔术也会受到影响 那更别说想办法离开这里了 反正他当我是还俗的和尚 那我便当个男人呗 找到玉佩之后 就想到了回家 景云的院子内 王爷 那个莫里确定可以留在身边吗 需不需要派 不到最后 不能动用他们 就算是又如何 且让他们得意 不过是一群蝼蚁小人 不足为惧 王爷 别是姓王叫八蛋吧 走的时候竟然连一个人都不了 住这么大房子 要住什么 莫里郁闷地走在院子里 仔细地回忆之前 被扛进来的时候的路 这时转脚 窜出来一个小丫鬟 将莫里吓了一大跳 小公子可是准备回去了 你走路都没事呢吗 竟然吓着了小公子 奴婢该死 呃 诸位妹妹 小公子 你换奴婢换纱就好 啊 换纱 我找不到之前的路了 麻烦你领个路 小公子不必他麻烦 这是奴婢该做的 换纱领着莫里 回了之前的屋子 她简单地梳洗了一番之后 从包里拿出了驱魔剑 在月光之下仔细摸缩 比起白日里的张扬 现在的莫里更为沉静 随后 她就抱着驱魔剑 蜷缩在床上 沉沉睡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房门突然被推开 倾泻下一地的月光 一抹宝蓝色的身影 缓缓走进了房中 站在莫里的床前 不知是在想些什么 岁日一早 莫里在幻纱的指导下 穿好了身上的衣服 因为她还是一头短发 便用一根精致的皮质护额 绑在了额头上 倒像是一个朝气少年的样子了 这次她去的是景云的院子 此时的景云只穿了卸衣 外面披了一件宽松的长袍 长发只是简单地竖在身后 斜靠在垫着虎皮的矮榻上 日光穿过窗帘打下 一束光正好落在她眉心的朱砂痣上 像是一个慵懒的美人 莫里进门的时候便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而后又偷偷地甩了甩脑袋 让自己保持清醒 清醒点 四个字头上一把刀 伸手出来 我看看 莫里走到景云的面前 打亮了一门她的脸色 有伸手搭在她的手腕上 景云的脉象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可是她脸上始终漂浮着一层黑气 这是将死之人才会有的死气 要是再不给景云解骨 不出半年 她就必死无疑 莫里从怀中取出了一块紫檀木 发出淡淡的忧香 这是我朋友给我的灵墨 他说可以挡白骨 紫檀木落在景云的掌心上 突然震动得厉害 骨毒发作的时候 什么感觉 好像五增六腑都要被撕碎了 浑身冰凉 是魂骨 是魂骨很厉害的 我也只能想办法解开 这块灵墨呢你放在身上 能够暂时抑制骨毒发作 解骨有几样特殊的东西 我要去找找 需要什么东西 我让人帮你去找 不用 这东西只能我亲自去找 莫里也只是听说过是魂骨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骨十分霸道 宿主会被骨一点一点的 轻视五脏六腑 一开始是一年一次的发作 然后是半年一次 众骨越久发作的越频繁 景云的眼下泛着蓝色 眼底更是带着青色 这骨毒在他的体内 应该有十几年了 按照莫里的推算 现在的景云少说 也是一个月发作一次 昨日本王同你说的 你可想清楚了 嗯 我答应你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我不是你的奴仆啊 只是你请来的帮手 莫里帮景云驱出骨毒 会帮景云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景云给他容身之处 帮他找到神龙玉佩 这一来一往 原本就是互惠互利 莫里是绝对不会像乌鸦那样 成为景云身边的侍从的 好 本王答应你 但是你提出了这么多条件 那本王也不能吃亏 除非本王同你达成一致 解除这个雇佣关系 在此之前 你不能背叛本王 莫里自然是答应的 他从来不是朝起暮处的人 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两人达成了一致之后 莫里便回了房间 去想能够暂时缓解试魂骨的办法 在莫里学过的骨中 试魂骨不是最厉害的 但却是十分阴毒的骨 主要是 在解骨方面很是麻烦 必须要知道下骨的人是谁 拿到下骨之人身体的一部分 头发 指甲都可以 再以骨反射回去 这样才能够结果 既然有人对蒋云这个王爷下骨 那下骨之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了 或者被藏了起来 眼下也只能是先想办法 压制住这世魂骨 如此想着 莫里收拾了一点东西 叫来在门口后者的幻纱 哎 最近的乱葬岗在什么地方 啊 小公子说什么 没有乱葬岗 那哪里放置尸体最多啊 成交的一桩尸体最多 小公子是想要奴婢带路 自然是的 一桩内摆了许多棺材 大大小小还有些破窍 门外的招魂帆和院子里飘荡的纸钱 无一不透露着阴森恐怖的气息 幻纱提着灯笼紧跟着莫里 公子 这里就是一桩了 您是要来寻什么呢 牙齿和头发 莫里瞟了一眼浑身颤抖的幻纱 你要是怕呢就现在出去啊 我一个人可以啊 刚进来的时候 莫里就感觉到了 这一桩类 烟气森森 不行 王爷说了要奴婢跟在 啊 幻纱的话还没有说完 耳边突然阴风阵阵 吓得她灯笼都掉到了地上 莫里转身 恰好看见一个阴山蓝绿的老太太 她在幻纱的旁边吹着气 一边吹 一边发出阴侧侧的笑声 露出骨节的手指 用指甲在幻纱的脸上轻轻地刮动着 这笑声幻纱听不见 可是莫里确实能的 一直拿在手中的驱魔剑没有出鞘 手腕一翻 朝着幻纱的身侧指去 剑鞘的前端发出一点金光 将那老太婆打退了几步 目光也跟着凌厉起来 你要是想帮我 就现在出去 幻纱也感觉到了刚才的不对劲 咽了咽口水 带着惊慌失措 连忙点着头出去 幻纱刚一出去 一桌内的鬼魂就全都慢慢地聚集起来 一桌内的招魂帆 全都发出了熟熟的声响 屋外凝凝是电阳高照 可里面却阴森恐怖 就连温度好像都下降了许多 啥鬼师 老太婆站在鬼魂的最前面 看来应该是这些鬼魂里的老大 驱魔师 莫里吐出三个字 眼神打亮着面前的老太婆 原来是砍头啊 你死了有些年头了 你还有些道可 小小年纪居然能看得出老身的死因 小公子今日来一桩是有何事 我要正月里 正五十分死的人的牙齿三颗 还有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去世的女人的头发一律 你要这些做什么 问那么多干嘛 你拿便是了 不拿我就自己动手 莫里瞟了这里所有的魂魄一眼 不过是些小鬼 要对付太容易了 她散发出一阵阴郁的气息 让面前的鬼魂都害怕了起来 饶身那个老太婆 也是带着巨异的 小公子要 老生给救死了 老太婆说着 转身去后面的棺材堆里寻找 最后取出三颗 已经被腐蚀了的牙齿 和一缕脏兮兮的头发出来 这一桩就是如此 公子莫要介意 将东西放在了莫里的跟前 老太婆一副恭敬的样子 莫里看了一眼那东西 嗯 确实是自己要的 刚准备去捡地上的牙齿和头发 便感觉到头顶一阵凉气息来 这些鬼魂竟然想要偷袭她的天灵带 莫里飞快地捡起牙齿和头发 在地上一个翻滚 手臂撑在地上 长腿一踢 将那个想要从上面偷袭她的鬼魂 直接打落到地上 还不等那些鬼魂反应过来 长剑拔出 剑身上散发出阵阵的金光 那些鬼魂被金光吓得连连后退 连看都不敢看莫里一眼 我当你们只是喜欢吓唬人 原本不想动手 还拿出一张紫色的符咒 符咒上的皱纹也都散发着金光 既然你们这么不识趣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莫里眉心轻醋足接一点 在地上一个悬身 符咒就被她打到了房梁上的正中间 顿时 整个一桩内像是洒下了阳光 别说刚才那阴侧侧的气息 就连温度也都回升了不少 因老太婆为首的那些鬼魂纷纷投窜 躲在了棺材里不敢再出来 只能听见棺材抖动的声音 哼 看在你们给我找了头发和牙齿的份上 我留着你们的魂魄 乖乖地等着吧 黑白无常会来将你们带去投胎的 说完 莫里将长剑收回 整个人都仿佛带着光 门外的幻纱还提着灯笼 见莫里出来 眼睛都亮了 公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东西拿到了 我们走吧 两人刚走 一庄内便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 黑衣人足间清廉 落在了房梁上 抬手 取下莫里之前打下的那张紫符 上面的金光闪过便暗淡了下去 成为了一张废纸 符咒刚被接下 一庄内的那些棺材又全都震动了起来 想来是感觉到了莫里的威压消失 想要从棺材里重新出来 却见这黑衣人抬手一指 浑身气息暴涨 若说刚才莫里的是阴郁之气 那这个人身上的便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气息 驱魔师 有趣 莫里和幻沙刚回到王府 便看见一辆马车停在外面 西皇子又来看望王爷了 马车的车帘被掀起 一位穿着白衣的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像是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 男子转头看去 恰好对上了茉莉 那双犹如黑药石一般的毛子 这人和景云长得有几分相似 尤其是眉眼 都是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像含着春水一般 茉莉并不好奇这白衣男人的身份 静自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还将换纱赶到了外面 桌上放着从益装里拿来的指甲和头发 旁边还放着一个装了大米的碗和一个空碗 茉莉从腰包里取出一张紫色的符咒 上面金色的符纹闪烁着点点的光芒 神龙之令 斜碎退 茉莉双手结印 只肩捏着那张符咒 可符咒上只闪过了一道浅浅的金光 随后便没有任何的动静了 唉 没有神龙玉佩子 连莫家的神龙之力都不能用了 拿起随身带着的小刀 她轻轻划破了左手中指 鲜血立即渗出 茉莉将手放在那个空碗的上面 落下几滴血珠之后 又在指尖上划了两刀 还带有鲜血的手指插进了装了米的碗中 将米粒和头发 指甲都扔进了那个装血的碗中 茉莉又从腰包里抽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她将符纸随意地扔进了碗里 碗里顿时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将所有的东西都烧成了一堆灰黑色的东西 茉莎 茉莎 碗里的东西给你们王爷送去 让他分三次吃了 茉莉指了指那团灰黑的东西 茉莎顺着看去 一双小眼睛瞪得老大了 看着茉莉 小公子 这真的是给王爷吃的 哦 他要是不吃 我也没有办法 暂时缓解他体内骨的 也就只有这东西了 说着 茉莎转身走到床前 看倒在了床上 幻纱端着那东西走后 茉莎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但又觉得 这样干躺着很无聊 伸了个懒腰 想着不如出去活动活动 小公子 小公子不好了 王爷吃了就腹肚男人的晕了过去 乌鸦侍卫现在要杀人了 茉莎微微醋眉 这景云的身子果 惠眉也太弱了些了 转头看向幻纱 这一看 茉莉的眉 皱得更加紧了 幻纱跑来了也就算了 可她的背上 竟然趴着一团 黑乎乎的东西 看不清楚形状 像是一团雾 茉莉正要抽出紫符 将那团黑雾驱散 一抬眼的功夫 那黑雾竟然消失不见了 小公子 你快通奴婢去看看吧 院子里 乌鸦正在训斥赶来的大夫 茉莉刚走进去 就看见了之前 在门口遇见过的白衣男人 七皇子 景映兰 茉莉 一个王爷吃的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王爷吃完 就腹痛的晕了过去 哼 不是我的东西不好 是你们小白脸王爷太弱 茉莉懒得搭理乌鸦 朝着蒋云的床边走去 床上的蒋云紧闭着眼睛 额间近视汗珠 就算是昏迷 那五官也是极美的 茉莉抬手 试探着景映额头上的温度 又摸了一下她的脉搏 一切都是正常的 她的骨也确实被控制住了 正要起身 景映忽然伸手 紧紧地攥住了茉莉的手腕 母妃 父王 母妃 不要 她这不是因为吃了我的药 而是她自己突然被梦掩了 她心中应该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 要靠她自己才能够化解 如何化解 堂哥他自小如此 该如何化解 我说了 要靠她自己 她估摸着再睡上一会儿也能醒过来 只是一直反反复复 心结成魔 到时候就难说咯 啊 那 王爷的身子 比之前好 茉莉说完 看向一直站在旁边的幻纱 眼中透着好奇 她对景映的心结 没有半点兴趣 可是之前 她在幻纱背上的那团黑雾 倒是让她很感兴趣 什么东西啊 竟然连她都看不出来 还能够在她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消失 这个幻纱 明明有武功 可平时却从来不表露出来 眼神里虽然怯懦 但却很懂事 做事从来不莽撞 哼 景映这个燕王府 深不可测呀 刚才对我得罪 还望海涵 她醒了就来叫我一声 我再来看看 茉莉来了燕王府快两天了 还没有好好地走走 反正她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景映一时半会儿的也醒不过来 干等着 倒不如四处看看 熟悉一下环境 只是这一次跟着出来的 却不止一个幻纱 还有景映兰 小公子是唐哥府中的先生 不是 我只是他请来的帮手 帮着 呃 调理身子 原来如此 唐哥的身子确实弱了些 以后有老小公子了 茉莉上下打量着景映兰 她刚才说话的时候 眼睛却止不住地往自己腰包上看 唉 好说好说 反正我也有事情要她帮忙嘛 说完 茉莉举着自己的腰包 你想看这个 茉莉十分大方地将腰包取了下来 两人坐在花园的凉亭里 将腰包放在桌子上 推到了景映兰的面前 那 给你看看 景映兰有些惊讶 她是很好奇 可还没有到随意翻动别人包袱的地步 小公子 还不知道如何成活 人心莫测的莫 悲欢离合的离 人心莫测 悲欢离合 莫离 小公子这名字 是永不分离的意思 景映兰轻笑 温润的声线 说出永不分离 倒是让莫离心中多了一丝暖意 莫离 莫离 爸妈给她起名字的时候 想的的确是永不分离 见莫离有些愣神 景映兰有些慌了 这 该不会是我说错了什么话 没什么 就是想到了一点别的事情 你是景映的堂弟 刚才听幻沙似乎喊你七皇子 那我该如何称呼你啊 我叫景映兰 叫我阿兰便好 嗯 这个称呼好 比景映那个好多了 景映兰身为七皇子 却还没有封王 宫庆之前是要回到皇宫中的 与莫离闲聊着竟忘记了时间 一直到了黄昏才反应过来 等她离开后 莫离这才想起还在昏迷中的景映 嗯 醒了 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很差 还知道表达 嗯 精神不错 见到景映现在的样子 莫离是半点都不担心了 拍了拍衣服坐在椅子上 随手拿起旁边的一个苹果 吃了起来 还真不当自己是外人 你今日给本王吃的 究竟是什么 没什么 环渐你身上的骨的 你吃得那么爽快 那就是相信我的吗 既然相信我 问那么多做什么 两人之间一阵沉默 景映的目光 一直放在莫离的身上 没有离开 你想要干嘛 没什么 本王饿了 景映拿起外袍穿在身上 被无牙搀扶着 走到了莫离的身边坐下 伸手拿过他的苹果 吃了本王的东西 那就由你去给本王弄吃的了 啊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我今日可是帮你缓解了骨的 结骨 是你答应了本王的 而且本王还将自己 仅有的势力倾巢而出 全力寻找那块预备 且不说你吃了本王的苹果 就算你没吃 你也该为本王去弄吃的了 莫离攥紧了拳头 可无法反驳他的话 不就是做顿饭了 只怪我现在寄人篱下 甚不由己 瞪了景云一眼 莫离夺过他手中的苹果 叼着半个苹果 带着一身怒气 冲向了燕王府的厨房 王爷 这小子 真的可信吗 不管可信不可信 至少从现在看来 莫离不会是他们的人 莫离在厨房里 忙活了整整小半个时辰 这才满意地拍了拍手 送去给你们王爷吧 小公子 您这厨艺也太好了吧 还好 我那边留了一部分 你若是饿了 就自己去吃 你跟着我跑了一天了 多吃点 到了景云这边的时候 景云已经开始吃了起来 见他五官松缓 想来是不会再挑自己的刺了 景云 你仇人很多 莫离坐在景云的面前 双手放在桌前 身子微微向前伏 丝毫不觉得 自己这样的举动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还好 皇室众人 多少还是有几个仇人的 云心里清楚 自己和莫离的关系 属于合作伙伴 有些事情 不该让莫离知道 可要是什么也不说 以他现在对莫离的了解 定然是要先捉离开的 那你可真可怜 我你放心 我能做到的 一定会帮你的 但你也要尽快 帮我找到我的玉佩啊 自然 景云点头 昏黄的烛火下 他眉心的那一点朱砂 更是美艳 莫离呆呆地看着 竟然有些吃了 看什么 景云皱眉 放在别人身上 他现在只怕是 已经让乌鸦一箭砍了 可莫离的眼神里 只有心声 没有其他的污浊 所以才让他 没有那么的反感 看你好看 景云刚准备还嘴 门外传来了 乌鸦的声音 王爷 宫里传来了消息 明日李贵妃生辰 要您前去庆贺 乌鸦的话音刚落 景云便将准备 拿起来的筷子 生生折断 筷子的木屑 碎入了景云的手背上 划出了一道血痕 可也不见景云 眨一下眼睛 莫离被这样的景云 吓着了 睁了张嘴 没有说话 好 莫离看着景云 还有些渗血的手背 从腰包里 取出一张窗口贴 走到景云的旁边 我看你平时瘦弱得很 力气居然这么大 他拉过景云的手 在他的手背上 贴上一张窗口贴 这是什么 景云看着手背上 肉色的窗口贴 外面像是一种布料 中间更是厚一点 还能直接贴在手背上 很是神奇 我老家一种包扎小伤口的东西 莫离间伤口贴好了 望着窗外 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就要离开 等等 等等 景云突然开口 莫离停下脚步 转身 一脸茫然地看着 等待他继续说话 还是算了 你早先休息吧 古里古怪 莫离耸了耸肩 黑对着景云 朝他挥挥手 离开了院子 翠日一大早 莫离还躺在床上 就感觉到床边 有人在看着他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向浅眠的莫离 猛地起身 掀开床杖 挥动着未出窍的驱魔剑 就刺了出去 小公子 是奴婢啊 一个穿着 避绿色衣裳的丫鬟 倒在地上 惊慌失措 换杀呢 换杀姐姐昨日突然风寒了 今日起不来 便让奴婢来服侍小公子更衣 换杀风寒 莫离低垂着眼瞼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书的抬头 今日还早 不用这么早来的 不是的 小公子 王爷说了 今日李贵妃的生产 你要随王爷一头入宫 这下 莫离都有些惊讶了 很快又平复了下来 自己现在随时在景云身边 去趟皇宫也不奇怪 在小丫头的帮助下 莫离很快的就收拾好了 出来的时候 景云已经在门口等着 竟然让王爷在府门口等着你 身为侍从 竟然没有半点自觉 黑领怪 大清早得找晦气 让你跟着去皇宫 不怕 那里是刀山火海 莫离有些奇怪的看着景云 景云听了莫离这么说 勾唇倾笑 不再说话 皇宫内 高座之上 一位身穿明黄色龙袍的中年男子 坐在上面 见到景云进来 脸上顿时挂上笑 阿云 你可算是来了 让皇伯伯久等了 久是挺久的 谁让皇上最喜欢你这个侄子呢 莫离站在景云的身后 抬头 微微打亮着上面的两个人 景宁帝有些发浮 但是眼神却极为的浑浊 丝毫没有为正者该有的目光 而且脸上明显浮肿 一副病态 当时那紫衣华服的女子 神采奕奕 眼露金光 满是算计 阿云哪 来来来 时辰差不多了 跟朕一同出去 景宁帝对景云似乎十分喜爱 连连招手 让景云到他身边去 而景云也对景宁帝不排斥 十分听话地走了上去 莫离刚准备跟上去 旁边的乌鸦就伸手将他拦住 你当谁都如同王爷一样 能站在皇上身边吗 没错 你当谁都和燕小王爷一样吗 爱飞啊 今日是你的生辰 到朕的身边来 莫离暗自憋憋嘴 他才不在乎 跟不跟在皇帝后面 带着埋怨的眼神 悄悄地朝景云的方向飞去 他是景云带来的 要是景云都不帮他说话 谁也不会帮他 既然如此 那黄伯伯和李贵妃先行 这小奴才跟在本王后面就行了 景云转身走向莫离 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莫离的头顶 刚才那个埋怨的眼神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小奴才头发虽然有些怪异 但是长得稀奇 不如就跟着一同走吧 莫离有些奇怪 莫离有些奇怪 逍遥王 景云不是燕王吗 怎么又喊他逍遥王 入殿 莫离一直微微低着头 跟着景云坐下之后 大殿里的人开始寒暄 戏台上的人也忙活起来 莫离感觉到身边有人在扯他的衣摆 就没一看 竟然是景云南 唐哥带着你一起来的 莫离见到熟人 绷着的心也放下来了一些 点了点头 莫离 倒茶 景云偏了聊得正欢的两人一眼 冷不丁地开口 等莫离看过去的时候 他正饶有兴致地看戏 手指还在椅子上敲打着拍子 莫离无奈 只得停止与景云南的聊天 转身去给景云倒茶 只是刚拿起茶壶 就撇进了一团黑雾 泥泥散散地飘荡在戏台上 最后又如同那日在幻沙背上的一样 忽然地消失不见 莫离 尔炭突然传来景云的轻贺 莫离这才回过神来 低头一看 茶水已经慢得满桌子都是了 我不是故意的 让别人来收拾吧 你搬个矮灯坐在本王后面看 莫离没烧轻动 他还没有看过古代唱戏的是怎么样的 既然景云这么说 那他就不客气了 利索地叫了人来收拾 又飞快地搬来了矮凳坐下 抬头 刚好可以看见下面的戏台子 刚才的那一团黑雾已经不见了踪影 就连半点痕迹都没有 那究竟是什么动象 莫离微微皱眉 双眼有些无神 一手脱塞 手指轻轻地点在脸颊上 配着那一头的短发 竟然有些意外地俏皮可爱 景云低头 余光瞥向莫离 将她那副样子尽收眼底 既然今日是李贵妃的生辰 那少不了有倩贺的话 也不知道这李贵妃究竟是个什么脾气 突然打断了正在说着贺词的人 目光一转 竟然放在了景云兰的身上 七皇子今日怎么都不说话呢 莫不是这戏看得不尽兴 今日是李贵妃生辰 这戏班子又是父皇特地寻来的 怎么会不尽兴 不过是最近染了风寒 精神有些不振罢了 说着景云兰还轻咳了两声 莫离逼着头窃笑 她当景云兰是个乖孩子 没想到撒谎的时候 连脸都不会红一下 云兰不该 竟然这样扰了李贵妃的兴致 既然你都说了不该 那总是得给一个歉意的态度啊 李贵妃的眼神转向戏台上 这意思很明显 就是要景云兰如同那些戏子一般 去为她表演 景云兰捏紧了拳头 顿时不知该怎么回复李贵妃了 眼看景云兰就要起身的时候 一旁的景云突然将手中的茶杯摔落到地上 茶水洒了一地 莫离觉得不对劲 连忙起身查看 景云脸色乌青 眼底一片血红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她这是中了剧毒 啊 景云 你怎么样 莫离第一个站起来 扶住景云的肩 抓住她的手腕开始把脉 这一探 莫离的眉头都皱紧了 这毒蔓延的速度很快 景云的脉搏已经成虚浮之势 阿云 来人哪 寻太医 见景云帝各种叫嚷着让人来 莫离听着耳朵倒炸了 瞪了景云帝一眼 别说话 将她带到里面的一个房间去 我有办法救她 此话当真 若是阿云有半点闪失的话 朕就诛你九足 你不带我自己带 起身扶起景云就往后殿走去 一旁的景云兰也顾不得其他人 连忙上前帮着莫离一起 旁边后着的乌鸦便连忙上前开路 那一店恰好有一个小房间 莫离一脚踹开门 扶着景云进去 又让乌鸦在门口看着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让人进来 阿兰 你也出去吧 景云兰点头 尽管不知道莫离要做什么 但她相信 莫离绝对不会害景云的 但房间里再也没有了别人 莫离起身 取出随身带着的银针 眼也不眨地朝着指尖刺去 今日救你一命 你醒过来了 要还我 莫离将房间里的烛台 都摆到了景云的身边 一一点燃 带着血珠的指尖 在每一根蜡烛的烛心里 都滴上了一滴血 一喜然灯 长命登起 抽出一张紫色的符咒 莫离向上一扔 那符纸悬浮在半空中 金光洒落 顿时周围喧嚣四起 鬼气连连 屋外守着的人 听到里面连绵不绝的鬼气 纷纷皱眉 满脸都是担心 随后赶来的景云帝 更是吓得后退了几步 乌鸦 你确定那个奴才 可以救阿云吗 皇上 莫小公子一定有办法的 屋内 莫离脸色煞白 额尖满是汗珠 双手捏绝 浑身不停地颤动 一团一团的黑气 犹如鬼魅 在景云的身边掠过 发出节节的笑声 哎呀 墨家后人 原来也是会救外人的吗 自私自利的墨家人 居然会救一个外人 自私自利的墨家人 居然会救一个外人 那个老鬼 你不过是我墨家的下沉 龙神不在 你便如此放肆 挣脱你墨家束缚 不过是时间问题 既然还有时间 那现在就给我乖乖地救人 莫离也没有那个心情 和这老鬼再继续扯 从之前扎破的指尖 弹出一滴鲜血 射在老鬼额间 将那老鬼 打得跪在他面前 老鬼被那滴血震住 眼中带着布干 却不得不听从莫离的指令 从老鬼的身上 慢慢地飘出了一缕飞烟 那黑烟盘旋而上 停在了紫色符纸的下方 最后一道金光 从符上射出 落在了景云的胸口 莫离捏紧手印 嘴角渗出一丝鲜血 知力 是 话音刚落 黑烟同老鬼一同 被子符收了起来 连带着周围 那喧嚣的鬼气 也顿时消失 漂浮着的子符 突然起火 最后在半空中 烧成了灰烬 半点痕迹都没有 莫离艰难地起身 脚步虚拂 一点一点地走到景云的身边 膝盖突然无力地跪下 这次 以自己的精血 燃长命灯 召唤出老鬼 要没有神龙在 他耗费了不少气力 得好一阵子才能恢复过来 他摸上了景云的脉搏 之前汹涌的毒性已经消失 老鬼的鬼气将那些毒 全部都带离了景云的体内 鬼气也稍稍轻扰了景云的身体 只要再好好调养个一两天 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救了我 醒来的景云声音还有些沙哑 但是丝毫不损他轻烈的音色 见到莫离的脸色极差 这房中又只有他一个人 景云便猜到 是莫离救了自己 莫离点头 眼神突然迷离起来 记得还我 说完一头栽下 倒在了景云的怀中 门外 景云弟听不见里面的动静 着急地在门口走来走去 那焦急的样子 仿佛里面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 李贵妃站在身侧 阴阳怪气地 瞪着紧闭的房门 乌鸦侍卫 里面可是没了动静 要是燕小王爷出了什么事情 你能担待得起吗 皇上 刚才那个什么木小公子 不过是个奴才 看着还眼神 能信得过吗 乌鸦 让开 景云弟走到房门前 让人一把推开乌鸦 李贵妃连忙 让身边的人将房门推开 乌鸦 阿云 阿云 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吗 乌鸦也跟着上前 从景云的怀里 将茉莉抱了出来 恭敬地站在了一旁 黄伯伯 我已经没事了 这墨小公子 果然不是寻常人 有他在你的身边呢 黄伯伯就更加的放心了 赏 重重有赏 那阿云就代替莫鸦 谢过黄伯伯 今日莫鸦为了救我 耗费了不少气力 我先带她回府了 你回到府中 好生的歇尘 缺什么 就叫乌鸦来宫里去 是 莫鸦自那日 倒在景云的怀中之后 整整三日 都没有睁开过眼睛 要不是来的大夫都说 莫鸦只是睡着了 景云倒觉得 莫鸦是不是故意使性子了 今日还未醒 景云坐在院子里 手中捧着一卷书 眼神却丝毫没有放在书上 乌鸦摇头 来的大夫和太医 都诊断说莫小公子 是因为莫小公子耗费了太多气力 只要睡够了就会醒过来 睡够了 若是一直都睡不够了 景云皱眉 第一次语气中带着薄怒 本王亲自去看看 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睡够了 手中的书被狠狠地放在桌上 连带着还将桌上的茶杯推倒 碎了一地 乌鸦有些愣了 他还没有见过 王爷这般实态的样子 赶忙跟了上去 莫离房中 只有换杀手在床边 窗子被推开 洒落一地的阳光 他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床上 阳光略过床边 只有香香点点落在他的身上 景云进来的时候 便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景象 他还没有见过莫离 如此安静地睡着的模样 他的脸上早已恢复了气血 粉扑扑的 只是那双沉静的小鹿毛子 闭上了 不然定是好看的一幅画 王爷 小公子还未醒来 那今日可有什么异样 幻沙摇头 下去吧 本王看看 幻沙退下后 景云站进了几分 你当日说要本王还你 你若是不行 要本王如何还 明日你若再不行 本王就将去找玉佩的人都叫回来 你苟 莫离其实在景云来之前就行了 只是浑身酸痛得厉害 实在是不想动 没想到 景云一来就说这样的话 灰的他当日为了给他解毒 险些将自己半条命都搭进去 你背心弃义狼心狗肺 还能骂人 精神不错 景云眼中闪过趣味 欺身坐到床边 你倒是有趣 如果你不将我的东西快点找到 我会更有趣 本王会让人加快寻找的力度 你救了本王的事情 会还你的 说完 景云便拂袖离开 越靠近莫离 他就越有一种 自己的内心就要挣脱而出的感觉 景云离开后 莫离也跟着起身 脚步还有些虚幅 但是不走走 他躺在床上 更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了 拿起桌上的腰包 还戴上了门口守着的幻纱 出了燕王府 幻纱 我记得景云那里明明是燕王府 别人也都叫他燕小王爷 怎么那日我同他进宫 太监却是喊他 逍遥王啊 王爷有两个缝号 一个是世袭的 一个是当年皇上赐的 两个 看来他还挺厉害的 那是自然 老王爷当年 可是大景赫赫有名的战神王爷 燕王爷的名号 在边疆那些鸭子的燕里 就相当于是燕王爷 后来老王爷正死沙场 这燕王的封号 便传了下来 战神王爷 莫离听了不由的唏嘘 这去世的燕王爷 是战神王爷 唯一的一个儿子 却是病秧子 现在还身中旗鼓 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那萧阳王又是怎么回事 小公子不知 王爷两岁时 常常病重 老王妃那个时候 又因急去世 皇上心疼王爷 自下逍遥二字 期盼王爷 一生逍遥无忧 一壶茶的功夫 莫离将自己想知道的 都问了个遍 幻沙把自己知道的 都一一告诉了莫离 两人离开了茶馆 莫离想要找一家 那纸笔的地方 带来的符只用了几张 现在没有预配 子符是不能再 胡乱地消耗了 皇符也得多背一些才行 宽霞领着莫离 去了圣经城内 最有名的明渊阁 这里的纸笔 可谓是上家之品 听闻昨夜又死了一个 当真 这官府还没有查出来 凶手是谁吗 莫离在挑笔的时候 听到两个人窃窃私语 表情都很严肃 眼神中还微微带着惊恐 有些好奇地转过头去 却看见这两个人的印堂发黑 脚步还微微有些发虚 这是将死之证 没呢 现在都传闻 说是女鬼杀人 女鬼 我也听说了 还真是女鬼吗 是啊 都是死在烟雨楼的 这些天 烟雨楼都没有开门了 女鬼 什么意思 小公子不知道 三日前烟雨楼里 突然死了一位去寻花的客人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口 也没有中毒 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 之后的三日里 每夜都会有人死 现在 已经是第四个了 现在烟雨楼被迫关门了 官府的人查了几日 都没有查出来 对了 奴婢还听闻 这案子好像被推给了西广子来查 墓里有些奇怪 烟雨楼 一个寻花问柳的地方 本来就是与轮混杂 死人 也不算什么大事 用得着让一位皇子来查案 似乎有一位死了的客人 是朝中护部侍郎张大人的公子 因此格外重视 也不知道 那李贵妃 是说了些什么 皇上便让七皇子来查案了 想不到 你还知道的挺多 墨里将要的东西都选好 交到幻莎的手中 意味不明地看着她 幻莎平日里都待在王府中 竟然能够清楚地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还能够知道皇宫里的事情 这会是一个小丫鬟可以打听到的 也不知是墨里的眼神太过犀利 还是幻莎心虚 接过东西之后 她就低下了头 匆匆去找伙计结账 看着幻莎离开的背影 墨里是愈发地觉得 这个跟在自己身边 伸手不凡的小丫头 很是可疑 只是 现在让墨里最为挂心的 不是幻莎的身份 而是被李贵妃设计 去查案的景应兰 烟雨楼在什么地方 我想去看看 小公子 要去烟雨楼 不如你只好方向 我自己去 你帮我把东西带回去 我也怕去了那里 将我的东西污了 你若是担心 回了王府 就让人来烟雨楼寻我 我就在那门口看看 幻莎听莫莉这么说 这才点头 随后朝着左边一指 嗯 烟雨楼就在那边的花街 弄逼这就恢复 小公子在烟雨楼门口 等着就好 莫莉点头 独自一人 朝着烟雨楼而去 因为出了四条人命 这里 已经被官府 把守了起来 莫莉也只能 在外围看看 忽然 她从腰间 取出了一块锣盘 站在烟雨楼的门口 来回走动 目光忽而看着锣盘 忽而看着烟雨楼 白虎开口 难怪有血光之在 收起锣盘 莫莉又抬起右手 食指与中指鹅龙 在眼前划过 牟子闪过一道清澈的光 看着烟雨楼的楼顶 眉头微皱 这烟雨楼的楼顶上 黑烟环绕 乃是恶鬼缠绕的情形 又加上白虎开口的凶煞 看来 那有书生说的还真没错 莫莉奇怪的举动 惹来看守的人的怀疑 喂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来这里转悠的 来人呢 将这个可疑的人 给我抓起来 不等莫莉有所反应 那些把守的官兵 就团团将莫莉围住 拔出腰间的关刀 指向莫莉 好大的官威啊 抓起来 莫莉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欺负的 来了这里 还没有好好地动过手 感觉身上的关节都发酸了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活动活动 指见莫莉身子硬 长腿向后抬起 一脚踹在了身后 一个官兵的下巴上 又一个连环踢 将那人的关刀给踢落 莫莉蹲下身子 捡起关刀 旋风很缝扫 手中的关刀 跟着一起划过 将那些围住自己的官兵 全都踢倒在地上 还将他们的裤腿 全部给划了一个口子 你 你 你 毫打官兵是吧 杀了 住手 烟雨楼里传来了低鹤声 可那小将 只是眼神往后瞟了一眼 便当作没有听到 继续让手下的人冲向莫莉 然而 那些官兵还没有靠近莫莉 就被突然冲出来的人 砸倒在地 你 你又是谁啊 只有同伙不成 同伙 那本王也是同伙 嗯 景云 莫莉看着远远抬过来的轿子 有点懵 她只是让幻莎 去随便找一个侍卫来 怎么来的是景云 燕 燕小王爷 燕小王爷来这里做什么 这案发的血腥之地 怕是会污了小王爷的血 不适合王爷 莫莉 你没事吧 蒋应兰快步上前 确定莫莉没有受伤 这才放下心来 刚才她明明让杨东他们助手 可那些人 一点也不将她放在眼中 没事没事 能伤得了小爷的 还没出事呢 莫小公子口气也挺的 若不是本王的人来得及时 伤了小公子的人 恐怕不仅出事了 还长大了 你来这燕雨楼做什么 来协助茶啊 就凭你 对 就凭我 因为有景云在 所以那杨东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暗策策地 瞪了莫莉一眼 要是这案子 真的让景云兰给破了 李贵妃那边 可就不好交代了 景云兰清楚 莫莉是有本事的人 能够用那么短的时间里 给景云解读 有莫莉来帮自己查案 那是再好不过了 莫莫莉 你真的有办法吗 莫莉走上前 取出锣盘 越靠近燕雨楼 楼盘上的指针 就准得越快 死在这燕雨楼里的人 魂魄都没有出来 第一个人的头七都快要到了 现在还怨气极深 再不解决 还会死人呢 真的是 女鬼杀人 站在后面的杨东耳朵间 听见了莫莉的话吼 吓得浑身哆嗦 这几日 她都在这烟雨楼里 万一那个女鬼盯上了 她怎么办 完了完了 女鬼杀人 这还怎么查呀 叶小王爷 您千斤跪体 她还可不要进去了 说着 还要让自己的人 去挡住莫莉几人的去路 这可是女鬼杀人啊 万一捂上了 小王爷和小公子的跪体 这要小人如何交代呀 你说得对 燕小王爷身子金贵 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不让蒋云进去 自然是有她的理由的 燕雨楼里 阴气和怨气交杂 蒋云身体本就不好 还被中了骨 邪气入体的话 到时候又要让她调理 也是麻烦 可蒋云不这么觉得 她从王府赶来帮莫莉 莫莉却不领情 既然愿意查案 那就让她查个够 那莫小公子好好查案 本王在府中等你的好消息 最后三个字 静云咬得极重 带着一身薄怒 转身离开 莫莉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心 既然你说得这般凶险 不如先跟着唐哥回去吧 没事 你是我朋友嘛 现在我有办法帮忙 总不能追之不理吧 一进来 莫莉眼睛的余光 就瞥见了好奇抹黑云 是死的那几个人的魂魄 也不知道杀人的厉鬼 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 他们竟然都不能离开 这烟雨楼半步 而且魂魄刚刚离体 还十分的虚弱 就算是想要找莫莉求助 都不能凑近到莫莉的身边来 死的那些人的尸体在哪里啊 在后院 武索检查了几遍 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死的那些人的尸体在哪里啊 在后院 武索检查了几遍 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怕有人故意去捣乱 我便让我自己的人 看着那几具尸体 嗯 做得不错 带我去看看吧 烟雨楼 是这花街上最大的青楼 为了保障服务质量 后院里建了一个兵士 现在那四具尸体就被景映兰放在了兵士里 莫莉走上前一只手搭在腰包上 四具尸体就这么按照死亡顺序摆在了兵士的地上 景映兰让人掀开那些尸体上盖着的白布 正准备为莫莉介绍死者的身份 却被莫莉抬手打断 他们会告诉我 接着 兵士里的众人 便见莫莉的眼睛盯着那几具尸体 走到尸体的跟前 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吗 在外人眼中 莫莉是对着虚无的空气说话 可在莫莉的眼中 她面前就是飘荡的那几个鬼魂 许是因为靠近了自己的尸体的缘故 所以还能够在莫莉的面前显现出来 不 高人 小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觉得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 小人就死了 对呀 对呀 高人 求求你 帮帮我们吧 帮帮我们吧 你们四个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莫莉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死因 这四个人的尸体都是受骨灵巡的 就连魂魄的灵气 也比之前所遇到的那些要淡薄许多 难不成那厉鬼 是将他们身为人的僵气 和当鬼之后的鬼气都吸走了 若真是这样的话 事情可就棘手了 莫莉想到这些 眉头皱成了一个深深的穿字 神情比往常都要严肃许多 莫莉 怎么样了 经要难知道莫莉本事不小 那日在房中传来的鬼气之声 哪里会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 莫莉抽出了一张紫符 微叹了口气 她现在的能力还不能画紫符出来 这紫符是用一张少一张 可要救这四人的魂魄 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唉 我将你们四人的魂魄先带出去 尸体也交给你们的家人 手一甩 紫符飘荡在空中 莫莉双手结印 林丁斗志了 接阵列前 行 九字真觉发动 兵室内的冷气打了一个旋 随后 李中等人的魂魄被依依收进了紫符之中 紫符缓缓下落 莫莫莉足间清点 跃到紫符的面前 将符咒收到手中 因为吸收了四个魂魄在其中 紫符略微的有些重 莫莉将东西收好 转身看向景艳兰 燕雨楼的老板在哪里啊 这不是简单的杀人 楼里有人在养鬼 养鬼 景艳兰瞪大了眼睛 不是她不相信鬼神 而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谁会养鬼 莫莉点头 带着那四人的魂魄出了兵室 眼神撇过站在景艳兰身后的人 这些人听你的话吗 这些都是我的亲信 好 我不知道你们办案的流程是什么 总而言之呢 这四个人的尸体不能够再留在这里 今日的还魂之前就要带走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背着也要给我背出去 有家人的呢就送他们回家里去 若是没有 带去燕王府 出血 就按照墨小公子说的办 莫莉 四具尸体里只有李中没有家人 你当真要带去燕王府 出血 就按照墨小公子说的办 莫莉 四具尸体里只有李中没有家人 你当真要带去燕王府 不是景艳兰打击莫莉 以景艳的巷子 怎么可能让李中的尸体进门 不让乌鸦将莫莉给打出来 都算是忍着莫莉了 莫莉可不管那么多 他带着李中的尸体回他院子里就好了 不让景艳看见 你再去帮我叫上两个人 带着李中的尸体回燕王府 其他的 由你的人带走 只是 还未进府 乌鸦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莫莉站在台阶下 抬头看着乌鸦 乌鸦 你这是准备拦着我 不让我进去吗 乌鸦没有说话 一抬手 门内窜出来两个人 轻功极好 莫莉还来不及反应 那两人就已经把李中的尸体 给抬了起来 乌鸦 你当真是要拦着我 莫莉皱眉 他不是乌鸦的对手 就连抬着李中尸体的两个人 也打不过 莫小公子 王爷说了 无论你带来什么东西 府中上下都会被小公子看守好的 你家王爷就没有再说什么 无牙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领着那两个人 抬着李中的尸体进了府 莫莫莉回到房中 取出紫符 趴在地下朝地上摔去 清烟鸟鸟 李中四人的魂魄出现在莫莉的面前 见到自己离开了烟雨楼 四人都十分的开心 纷纷跪在了莫莉的面前 多谢大师将助 先别谢我 你们还没有安全呢 莫莉走上前几步 这四人的死状都是一样的 抬手试探 手还未触碰到他们的魂魄 才稍稍靠近一些 就有些要消散的样子 吓得莫莉连忙将手收了回来 大师 您这是什么意思 大师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烟雨楼内 有人在用鬼养鬼 杀了你们 可以吸收你们的阳气和精气 用于塑造自己的肉身 你们死后 又将你们困在烟雨楼内 不停地吸收你们身上的鬼气 维持魂魄不散 莫莉轻巧着桌面 烟雨楼里鱼龙混杂 有这样本事的人要藏身其中 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日 你们先在我这里待着吧 头七那日 我陪着你们回家去 然后送你们去投胎 这四人的魂魄 他收在子府里随身带着 至于查案 他还要再去一趟烟雨楼才行 莫莉刚将魂魄收了起来 门外便传来了幻纱的声音 小公子 您在吗 进来吧 莫莉收拾好桌上的东西 便见幻纱 拿着他之前买的黄纸和笔 走了进来 小公子 这是您的东西 放桌上吧 莫莉闭着眼 悄悄睁开一条缝 看向幻纱 在幻纱的背后 又有那团黑雾 但又转瞬即逝 坏得让他险些都没有注意到 小公子 今天您在烟雨楼可有什么结果 怎么 你感兴趣 烟雨楼的案子 现在是圣经城内最破手迷离的事情 奴婢也是有些好奇 好 那本公子就满足了你这好奇心 烟雨楼的事情确实和鬼有关系 而且还不止一只鬼 说完 莫莉又想到了门口看到的那个白虎开口的方位 除了鬼 还有人在丛中作祟 这还当真与鬼有关系 公子 你就不要去查了吧 那可是鬼啊 怎么 幻纱这是心疼公子啦 怎么 幻纱这是心疼公子啦 莫莉突然来了向去 这幻纱长得娇俏可人 脸上带着稚气 确实可爱 幻纱脸一红 小公子您打去奴婢 我可没有 是你太 怎么 莫小公子是对本王府上的奴婢有兴趣了 不敢不敢 烟小王爷的人 我可是不敢觊觎 不敢 本王看来 小公子的胆子倒是大得很啊 王爷这次来 是有什么事吗 莫莉 别了别嘴 随意地倒了两杯茶 与景云之间的疏离感 同景映蓝对比的话 十分明显 你不欢迎本王 景云用的是肯定的语气 从莫莉的脸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满满的嫌弃 他们明明是合作的关系 而景云蓝与莫莉 不过几面之人 邓真比得上他这个合作者 也没有啦 只是王爷这一脸无名伯怒的过来 难不成还要我好生伺候 无名伯怒 景云桃花眼闻闻一起 自己生气 他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今日自己专程去为他解围 得到的就是无名伯怒 这四个字不成 可不是无名伯怒啊 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得罪过王爷 今日让王爷走 确实是担心王爷的身体嘛 那烟雨楼里头 阴气太重 你进去不合适啊 哼 没想到墨小公子竟然如此关心的 就云唇角微微勾起 烟雨楼里阴气太重 当真是你说的鬼 是 莫离忽而想到了什么 转头堆上景云的眼睛 你和景云兰的关系不错 你和景云兰的关系不错 尚可 你可愿意帮他查案 不愿 他不是你堂弟嘛 你这点忙都不肯帮啊 那李贵妃摆明了是要让景云兰出丑 不是出丑 是要让他死 李贵妃设计 让他在景云兰面前立下军令状 七日之内查清此案 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天 还有四天的时间 到时候 景云兰就算是不死 也要被贬去边陲之地 和死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他都要死了 你为什么不帮他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 对本王在大景的地位和权力半点都不知情 什么意思啊 本王只是深受黄恩的废物亡眼 你要本王如何帮他 那我的玉佩 玉佩 你能帮我找到吗 你放心 本王既然答应了你 就会做到 至于那烟雨楼的事情 你若是实在需要人帮忙 我会安排乌鸦派人跟在你身边 岁日一早 景云兰便赶到了燕王府 站在莫黎的院子门口等着 而莫黎天天又习惯了睡懒觉 不到日上三干 是不会起来的 幻莎 你家小公子什么时候才会起 幻莎摇头 他也摸不准莫黎起床的时间 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张大人家中已经炸开了过 这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 怎么会炸湿呢 沈东死了两天了 回到府中就炸湿啊 莫黎微微睁开眼 正起来喝水醒脑的时候 就听见了景云兰的话 只是 莫黎好像一点都不着急 慢慢悠悠地穿好了衣服 将一直放在王府中的驱魔剑 也一同戴上 诈尸 我看是被操控着回了烟雨楼 原本莫黎以为 自己将四人的魂魄收走 又将尸体带走 也算是警告了那只鬼了 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嚣张 回了烟雨楼 回烟雨楼是什么意思 回去了就是回去了 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去烟雨楼瞧瞧就明白了 莫黎带着长剑 在燕王府门口的时候 看见等在那里的乌鸦 乌鸦还是一贯的 没有任何表情 直愣愣地 站在莫黎的面前 老爷让我跟着小公子 一同前往 昨日 景云答应了会帮莫黎 他从不食言 莫黎也没有反对 有乌鸦在 那是锦上添花 烟雨楼门口 已经歪七扭八地 捣了好几具尸体 都是那些看守的官兵 莫黎 里面太危险了 不如你就在外面等着吧 若是说危险 进去之后 我是最安全的 再说了 有乌鸦在 也不会有什么呢 小公子 想进边界 不敢就在门口等着 丢下一句话 莫黎便带着乌鸦 先行进去 烟雨楼的大门一开 为气扑面而来 破 莫黎抽出皇服 挡在面门前 白光闪过 乌鸦鸦的鬼气 顿时消散 跟在莫黎身后的 景映兰和乌鸦 被这景象吓住了 烟雨楼内 红沙飞扬 像是无数的触手 试图伸向他们的 耳边 是萧瑟的风声 还不信实 莫黎冷眼 查看四周 周身的阴郁之气再起 红沙飞舞 从红沙之后突然窜出来三个人 身子僵硬 脸色清白 双眼发灰地朝着莫黎攻来 乌鸦伸手不错 直接对上其中两个 而景映兰也朝其中一人攻了去 莫黎站在后面仔细观察 除了李忠 其他三个人都在这里 明明是三具尸体 四肢也因为死了有些天 血液不流通 变得略微僵硬 可那身形却是极快 景映兰和乌鸦 险些落了下风 不出了 莫黎冷笑 好久没有看到 有鬼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了 黄浮抽出 朝着上风一扔 握在手中的驱魔剑 猛地拔出 朱砂写上去的符文发出白光 驱魔剑渐渐 对上了符纸 剑身顿时金光四溢 莫黎一个悬身 也加入了进去 金光所到之处 正气盎然 那三具尸体 因为白光的影响 速度逐渐慢了下来 最后倒在一旁 没了动作 哼 你若是再不出来 我要你魂飞魄散 当我复生者 死 终于 那只鬼再也忍不住了 声音淒淒冷冷 带着无尽的怨气 但是也只有声音 不见踪影 欺入鬼道 妄图复生 哼 琢梦 你若不多鬼闲事 便能成了 红沙突然飞动 犹如鳞蛇 朝着莫黎袭来 你们看着那三具尸体 剩下的 我自己来 莫黎手持未出翘的 雀魔剑 站定 眼睛看着 袭来的红沙 唇角 幻幻弯起 雕虫小技 莫黎干脆地 拔出雀魔剑 剑身金光闪闪 莫黎感觉 自己的毛孔 仿佛都张开了一半 感受着 鬼气的流动 只为 挑服着虚无的鬼气 最终缓缓地 聚集在了一起 找到你了 莫黎睁眼 朝着二楼的露台 常见灰去 露台忽然倒塌 一团黑影 在金光中现身 被打落在地面上 莫黎一跃上前 渐渐指指那团黑气 还不见身 黑气搬滚 似乎没有想到 莫黎还有这样的本事 朝着外围逐渐飘散 还想跑 黄虎猛地打在黑气之上 在符咒的威逼之下 黑气慢慢地 显现出人形 你究竟是什么人 黑气慢慢现身 竟然是一只 穿着红衣的女鬼 这女鬼 长得很是美艳 只是 从眉角到下河谷处 有一道蒸鸣的疤痕 血肉外翻 露出森森白骨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不去投胎 轮入轨道 还想要复生 这般逆天的法子 谁告诉你的 关你何事 女鬼愤愤不已 要不是莫离出来干扰 她再杀三个人 将他们困在烟雨楼内 吸干鬼气 只要一个月 她就可以重塑肉身 维持一个月的人形 哟 怨气还挺大 你不说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反正将你打个魂飞魄散 这案子也就结了 说着 莫离举几区魔剑 就要刺下去 女鬼吓得连忙抬起手 挡在面前 脸上露出惊恐 我说我说 这要不让我滚飞破散 我都说 是烟雨楼的一个姑娘 跟我说的 姑娘 你当我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我真的没有骗你 真的是烟雨楼的一个姑娘 跟我说的 女鬼吓得大哭起来 她是真的怕了 要是知道这人如此厉害 她昨日 就该连夜离开烟雨楼 好 我带你去找你说的那个姑娘 莫离举着毛子 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 子夫一出 将那女鬼收进了府中 转身 看向景映兰 烟雨楼的人都在哪里啊 烟雨楼的人都在哪里啊 景映兰早已被莫离的身手 给惊呆住了 被她这么一问 才反应过来 啊 在天牢里 张大人的独子死在这里 张大人不肯罢休 便请师父皇 将这烟雨楼的人全都带走了 带我去天牢 江映兰不敢怠慢 让人将张公子三人的尸体 重新送回他们家之后 便带着莫离和乌鸦 去了天牢 昏暗的天牢里 那些姑娘 早已没有在烟雨楼内的光鲜亮丽 一个个地透着悲戚和绝望 莫离最见不得的就是这样的悲观 让乌鸦多弄来了些烛台 将天牢的刑房照得亮堂堂的 她原本是想着能看得更清楚些 谁知道这一亮堂 刑房内的刑具全部落在了这些姑娘们的眼中 这下可好 吓得那群姑娘花容失色 一个个地都要跪在地上 求莫离和景映兰都抬跪手 莫离捂住耳朵 怒意正在上升 闭嘴 一个个地站好了 排成四排 还不照做 狱卒跟着喝了一声 那些姑娘连忙排好 在莫离的面前站得整整齐齐 取出紫符 火光一闪 紫符在莫离的指尖 烧成了黑灰 那女鬼从紫符里落了出来 将你说的那个姑娘找出来 女鬼一现身 那群姑娘都要尖叫出来了 这下也不等莫离发怒 请映兰悠悠开口 发出一丝声音 沙恩 虽然景映兰只是随意开口 可在这群姑娘的耳朵里听来 就犹如死神发出的警告 咬紧牙关 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那个姑娘不在 不在 阿兰 你确定当初将烟雨楼的姑娘 全都带来了 想映兰点头 楼里的老宝在哪里啊 人群之中 一个颇为丰满的女人走了出来 年纪不过三十的样子 对比其他的姑娘 她倒是十分的镇定 奴家洛晴 是这烟雨楼的妈妈 烟雨楼的人 你比我们清楚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少了一人 谁 奴家知道 贵人是按照花名册来核对的 但是 有一个人不在花名册上 也不是奴家烟雨楼的人 为何之前不说 贵人有所不知 那位姑娘 是圣经城内有名的弹唱姑娘 名唤红勺 卖艺不卖身 不仅仅只是在奴家的烟雨楼弹唱 在茶馆之类的地方 也是有的 官兵来烟雨楼的时候 红勺姑娘并不在楼里 红勺 告诉你办法的 是不是那个红勺 似乎就是她 似乎 她都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你 你竟然不清楚她的身份 不是的 但是你有所不知 那位姑娘和我也只是一夜之缘 我原本不在烟雨楼 是她将我带进去的 莫黎这才觉得 自己好像有很多事情 没有从这女鬼这儿问清楚 原本以为 找到女鬼口中的姑娘 就可以弄清楚了 可现在看来 还有的调查 阿兰 你赶紧派人去将那个红勺找到 若是她听到了风声 估摸着就要离开圣经城了 莫黎又让人 将剩下的姑娘全都带走 却留下了一个洛情 你将红勺与你的事情说清楚 若是有一丝隐瞒 下场 你自己知道的 我是偶遇到那位姑娘的 见她长得漂亮 当时只是 想要附在那姑娘的身上 可她本事也不小 反倒是将我抓了过去 后来 她受限我可怜 愿意帮我复生 并告诉我那个法子 还说花结柳香浊气皱 就算是在那里犯了事情 只要无所轻重 都不会被人发现的 觉得自己太蠢了 莫黎从女鬼的表情上 看出来了 举不住的冷笑 哼 你呀 确实是蠢 聪明的鬼 绝对不会就这么 跟着一个人走 有了办法 自己到时候 想办法离开 去别的地方就好 非要在这圣经城内作乱 莫黎抬头 看向洛晴 烟雨楼 是有什么仇家吗 奴家这烟雨楼 抢了花结上 这么多人的生意 公子宁说 有没有仇家 因为生意 倒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蒋云兰皱起眉头 要真是这样的话 这案子可怎么结 那现在 只有找到那个红勺 才能知道结果 莫黎怂怂间 这女鬼的事情 她已经帮景映兰解决了 查案不是她的强项 线索给了景映兰 这就足够了 有什么事情 再来燕王府找我 抓人办案 我不懂 莫黎正要带着女鬼离开 洛晴突然喊出了她 哎 小公子 奴家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小公子的本事不弱 奴家的烟雨楼 惊死一事 这日后的生意啊 恐怕要一落千丈 既然小公子本事 如此之高 不如等奴家回到烟雨楼 为烟雨楼 做一场法事 既然小公子本事 如此之高 不如等奴家回到烟雨楼 为烟雨楼 做一场法事 你就这么肯定 自己可以回烟雨楼去 而且 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 无名小卒 我做的法事 你确定可以让人心服 小公子说笑了 既然能当烟雨楼的妈妈 那奴家自然是有办法的 以两位贵人的本事 这案子也快了结 到时候 小公子捉鬼查案一事 自然轰动整个圣经城 来烟雨楼做了法事 自然比得过其他的大师高人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要我出手 费用可不低 莫离在现代的时候 就是以捉鬼驱魔 作为自己的经济来源 虽然现在住在燕王府中 景云也默认让他随意花钱 可不是自己的钱用得不踏实 这是自然 那到时候 奴家派人去请小公子 答应了 答应了洛情的事情之后 莫离又交代了景云南几句 便带着乌鸦回了燕王府 天牢之内 那日在驿庄里的黑衣人 背着光站着 周身散发出死记 擅自做主 可治罪 多情丹西跪下 一只手撑在地上 对面前的黑衣人 很是恭敬 主上 属下只是觉得 这个莫离身手不凡 若是收为己用 不需要 对他本尊子有另外的打算 只是你擅自做主 将他带去烟雨楼 该发 属下领发 带你出去之后 去刑堂领发 烟雨楼的事情 你要查清楚 那个红勺现在下落不明 案子很快就会了结 你日后要盯紧了 不要再让人有机可乘 带你出去之后 去刑堂领发 烟雨楼的事情 你要查清楚 那个红勺现在下落不明 案子很快就会了结 你日后要盯紧了 不要再让人有机可乘 主上 何事 那个莫离 举手投足间透着股女儿气 属下在烟雨楼多年 想来是不会看错的 她是女子 这件事情也交给你去查清楚 有什么消息 就速速来报 洛情只觉得周围一阵旋风刮过 再抬头的时候 黑衣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夜里 莫离抽出两张子符 将里面的五只鬼放了出来 李中等人一见到女鬼 恨得牙痒痒 巴不得现在就冲上前去 将女鬼打得魂飞魄散 哪里还管女鬼长得漂不漂亮 大师 这女人害得我们几个如此 千万不要饶了她呀 嗯 我记得 她杀了人嘛 就算我想饶了她 也是不可能的 大师 你说了 若是我将那个姑娘的事情告诉你 你会放过我的 我记得 我只是说 不会让你魂飞魄散 你以为 我还会放了你不成 女鬼健壮 眼睛观察着四周 身子一跃叫逃跑 可还没有跳出院子 就被另外的四只鬼 按在了地上 莫离 见到这鬼打鬼的景象 乐得不行 放心 她如果能逃了 还会被我抓回来吗 唇角勾起 一道皇府打去 女鬼顿时动弹不得 她在地上 满脸都是绝望 你已经沦为鬼道 人间的律法 不能对你如何 现在就将你交给黑白无常 由地府审判 我想那位姑娘没有告诉你 你就算是沦入鬼道 却也是可以修行的 有张一日若是得到 也是一件美事 也怪你自己 心术不正 这个结果 怕是对你最好不过了 莫离轻叹 双手结印寄出皇府 施令 鬼门开 煞石 院子里沙石飞舞 左边的一道墙上 出现一个黑点 那黑点慢慢地扩大 最后 形成一个黑色的漩涡 漩涡深处 两道人影飞快地过来 莫离见到两人露出笑意 七爷 八爷 这次来的竟然是你们啊 可还记得我呀 有头马面去别的地方办事了 莫小东西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记得 你并不是在这个时空的 啊 事事无常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那 这鬼东西啊 害死了四条人命 还试图以荆树复生 就交给八爷处置吧 白无常谢彼安 只处置那些没有作恶的鬼 恶鬼 则是由黑无常 范无旧带走 交由殷私处置 黑无常面无表情 从腰间取出铁链和镣铐 朝着女鬼的方向一致 女鬼便被黑无常抓了起来 莫小东西 那这几个呢 七呀 这四个人魂魄受损 就劳烦你飞行啦 茉莉看起来 和这黑白无常关系十分好 尤其是白无常 对待茉莉 就如同对自己的小辈一样 好说好说 小东西要关照的魂魄 七爷我什么时候没帮着了 白无常抬手 示意里中几人到自己身后去 小东西 我们走了 这里不比你原来的时空 嗯 你这周围的环境看着还不错 小心照顾着自己 嗯 茉莉点点头 还能见到自己的熟人 他心里已经很开心了 事事无常 但总有道理 既来之 则安之 八爷 我知道的 茉莉清楚 黑无常是怕自己太过焦急 脑袋不清晰 反而误入歧途 送走了几只鬼和黑白无常 茉莉只觉得心情不错 看着桌上还没有吃完的绿豆糕 起了心思 这次事情能够如此顺利 虽说主要功劳在他 可景云也是帮了忙的 怎么也要去谢谢他 如此想着 茉莉便端着绿豆糕 手中还拎着一壶清茶 朝着景云的院子走去 月色正好 茉莉端着绿豆糕 刚走到景云的院子 便见房门开着 心下觉得有些不对劲 四处看了一眼 乌鸦竟然也不在 景云 你 茉莉一只脚刚踏进房门 便见到景云抱着身子 蜷缩在地上 景云 你怎么样 乌鸦呢 茉莉没有想到 景云的骨发作的竟然如此频繁 他明明才给他吃了压抑骨的东西 怎么突然这么快的又发作了 乌鸦被本王派出去了 院子里 向来无人 你平日里定是有毛病 院子里竟是一个人都不留 景云虽说现在痛苦不已 可还记得瞪茉莉一言 是你给了药 本王以为 因为不会这么快 快发作 你 你这是在怪我不成 茉莉无奈 以他把脉盒观察的结果 等下次景云的骨发作 怎么摇到下个月 这突然发作 他自己也是没有任何的准备 你 你说呢 景云艰难地翻了个白眼 那 那有没有办法 你之前都和他做 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内力 无压的内力 内力 我没有内力 还有别的办法吗 景云正要说话 一阵痛意 排山倒海而来 身上的寒意更重 瞬间 便晕了过去 茉莉伸手 想要拍醒景云 谁知 自己险些 倒被他身上的薄鞭给冻住 吓得他连忙收回了手 我这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不成 茉莉无奈 将景云小心地放在地上 静止地走向烛台 将房里的桌子椅子 直接给拆了 又将杀杖给扯了下来 在景云的身边 生了一堆火 待景云身上的温度 稍稍回转了一些 茉莉这才 将自己的手心 贴在他的脸上 只是 这一点温度远远不够 景云的身上依旧很冷 半天也不见景云的温度恢复 茉莉坐在火堆旁 一边大声叫喊 希望可以叫来人 一边搓着景云的手 好让他暖和一些 啊 真是 这谁也想不到 你在自己家里 出现了心中之忧 还没有人来帮忙 茉莉无奈 一把扔了景云的手 扯开景云胸前的衣服 露出白皙的胸膛 你又欠了我一次 说完 抽开腰间的袋子 身子腹下 贴近了景云的胸膛 在感受到景云身上 那股寒意的时候 茉莉也忍不住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小小的身子 趴在了景云的身上 茉莉伸出胳膊 紧紧搂着景云的肩 脑袋靠在他的胸口 耳边 是景云 有些微弱的心跳 目光却始终不敢 从一旁的火堆移开 好不容易撑到黎明 茉莉感觉景云身上的温度 在慢慢地回升 一脸倦意地 从景云的身上下来 茉莉双手 飞快地穿好身上的衣服 看向还在昏迷的景云 咬牙切齿 总有一天 你要连本带力 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既然景云没事了 茉莉也不再管他 拖着疲惫的身子 抬上景云的大床 任由景云 一山不整地倒在地上 呼呼睡去 茉莉睡着没有多久 景云眉头微动 缓缓睁开眼睛 没见那一点朱砂 似乎更红了几分 见自己倒在地上 还有些奇怪 撑着身子起来 又见到自己衣衫大开 幸好 泻裤还好好地穿着 不然 他当真要羞愧死 拢好衣衫 景云头还有些疼 再回头 便看见 罪魁祸首莫离 正躺在他的大床上 酣睡正甜 撑着身子走到床边 露出一丝不悦 想要将莫离 从床上拽起来 可看到莫离眼下的 一片乌青 又生生地给忍了下去 毕竟 昨夜也是为了救他 莫离醒来的时候 还躺在景云的床上 房里已经没有人了 只是房中 被他弄乱的东西 全都换了一遍 莫离起身 站在床边 掀了个懒腰 昨夜也是将他给挤坏了 景云现在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 他还是得去 再好好地探查一份 弄清楚 景云身上的骨 到底是他忽略了什么 可他寻遍整个燕王府 都不见景云的踪迹 就连乌鸦都不见了 他问府中的下人 也一个个地摇头 表示不知道 莫离无奈 只得回自己院子 去找幻沙 相许幻沙会知道 景云的下落 可刚一进门 便感觉到了 一阵刚风起来 莫离虽然没有内力 反应和速度 却是上乘的 神子侧果 躲估了一击 谁 莫小公子 谁 莫小公子 莫离鼻尖 呼得传来一阵 浓重的白痰香气 落入一个宽阔的怀抱中 还是莫姑娘 你是什么人 莫离低头 只能看见一袭黑衣 露出来的手掌 都戴着一双皮手套 试图挣扎 可那双手臂 却死死地 将它禁锢在怀中 本尊说得可对 与你何干 哼 原来还是一个小辣椒啊 你来找我 想必不可能 只是来拆穿 我的身份的吧 黑衣人松开莫离 将她推出怀抱 大笑起来 哈哈 本尊手底下的人说你与众不同 果然如此 景艳兰的案子此刻恐怕已经是破了 你帮着她破解了这桩谜案 本事不小 那又如何 难不成阁下也是想要来找我帮忙的 你可愿意 跟在本尊的身边 跟着本尊 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而且本尊听闻你在这燕王府 也不过是同那无用的王爷交易 本尊也可以 手中的权势比那无用的废物更大 更多 莫离听她这样说有些不高兴了 景云是很没用 但她不允许别人如此诋毁景云 景云不仅是她的合作伙伴 也算是她半个朋友 姑娘觉得如何 你也别姑娘姑娘的叫了 我想要如何试人 那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给我做决定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既然已经和景云定下了协议 就绝对不会反悔 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阁下请便 逐客令一下 莫离冷冷转身 难得理会这个黑衣人 那废物王爷早晚有一天会死 到时候姑娘会后悔的 闭嘴 莫离这一下是真的怒了 她之前没有动手 是明白自己不是这个黑衣人的对手 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自己的极限 她可忍不了 从腰间支出一张防护 朝着那黑衣人而去 施力 惊雷 朗朗前空之下 突然闪过几道闪电 一道雷猛地劈下 就落在黑衣人的位置 只是惊雷刚落 那黑衣人就不见了踪影 速度之快 让莫离将她眼珠子倒瞪出来了 莫离朝着那黑衣人的方向 脆了一口 气呼呼地回到房中 这个朝代 和莫离所熟知的现代社会不同 这里的人会武功 会轻功 会出神入化的本事 她空有一身抓鬼的本事又如何 对付人的时候 该怎么办 不行 没人看家不行了 若是将我的东西都给弄走了怎么办 莫离低头 看着被她一直藏在床上角落里的背包 还有睡觉到抱着的驱魔剑 这些东西我总不能天天带着 看来得找一个能够信得过的帮手 不论人鬼妖怪 只要能帮我看家 这就足够了 莫离信步走在燕王府中 幻沙唯唯诺诺地跟在她身后 这几日 也不曾听闻景云和乌鸦的消息 莫离说不担心是假的 毕竟 景云现在可是她的亲主和小伙伴 莫离 你怎么在这里 让我好找 景云兰面对笑意 匆匆走到莫离的面前 每一眼中都带着喜悦 案子结了 结了不就好了 阿兰 那贵妃可又再为难你 阿兰 那贵妃可又再为难你 这案子有鬼怪在其中作乱 父皇虽然不忌惮这些 可以觉得就到此为止 李贵妃就算是想要再找我麻烦 也不能再这件事了 阿兰 那日李贵妃生辰 我见她对你和景云 似乎都没有什么善意 这女人究竟是什么人 都这样了 皇上还如此宠爱她 这李贵妃啊 是当朝大将军李东然的妹妹 李东然掌管千军 就算是当年的燕王爷 也要忌惮三分 莫离了然 原来也是个有靠山的 李贵妃针对景云 是因为燕王爷的缘故 确实如此 老王爷当年在军中 也没少搏了李东然的面子 老王爷虽然过世多年 可在军中的威往丝毫不减 那你呢 李家为什么要针对你啊 因为我母亲是皇后 因为我是皇后的儿子 或者说 因为我是前皇后的儿子 我七岁那年 母后以巫骨之罪被废 在冷宫中度过了三年 便离世了 我 阿兰 我 莫莉 你不问 这也是事实 景云兰抬手 阻止了莫莉 想要安慰自己的心思 她需要的不是安慰 当年的巫骨之案 不清不楚 不管是查案还是结案 都是草草了事 以她对母后的了解 母后不会是 做出这样事情的人 现在 她需要的是有朝一日强大起来 为母后查出真相 李贵妃针对你是因为 你曾是皇后的儿子 李贵妃针对你是因为 你曾是皇后的儿子 父皇如今年事已高 身体也每况愈下 却迟迟不立太子 若是父皇突然没了 这皇位便是我的 不过 这件事情也不大可能落在我头上 父皇膝下皇子众多 我偏偏是最不受宠的 你贵妃也有一个儿子 只是年纪上幼罢了 阿兰呢 不管怎么样 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吗 你好好活着 日后咱们离开圣经城 闯荡天下 如何呀 你若是愿意带着我 那自然是好的 因为景映兰背着阳光 莫里也没有看见 她眼中的痴迷 轻条眉梢 转身 走在景映兰的前面 脚步轻快 景映兰看着 莫里离开的背影 下意识地抬手 扶上胸口 嘴角含着浓浓的笑意 收敛不住 只一朵花开的刹那 对她来说 就好像过了一生 心头的那一点悸动 眼中变不情意 跟上莫里的脚步 那小小的身影 也从这一刻 紧紧地烙印在了 景映兰的心头 两人走到前面的花厅 还未坐下 府中的小丝 急匆匆地 走到莫里的面前 小公子 外面有位名叫 骆晴的夫人来找 骆晴 也对啊 烟雨楼的事情 已经处理好了 骆晴应该是来找我 去烟雨楼做法的吧 去看看 我还有些事情 不能陪你了 好吧 那我自己去啊 不送你了 你自便吧 莫里耸耸间 跟着那小丝 去往前厅 到了前厅 骆晴悠悠地坐在那里 一身怀里的红衣 犹如火焰 朱唇降红 乌发如云 见到莫里来了 骆晴露出 妩媚的笑 红唇欲曲 莫里同为女子 竟然也有些 把持不住的感觉 这样的美人 也只有将紧云搬出来 才能镇守住了 那日牢房 灯火昏暗 没有想到 骆晴夫人 竟是如此美人 小公子的嘴可真甜 今日骆晴夫人来找我 可是为了法事 骆晴点头 缓缓起身 自然是为了这件事情 如今烟雨楼的姑娘们 都已经回去了 只是因为这楼中啊 发生了不干净的事情 大家都不太安稳 骆晴夫人 领路就好 我这就过去 也好 小公子跟着奴家来 莫里戴上腰包和驱魔剑 领着幻纱 一起去了烟雨楼 烟雨楼外 那些姑娘 一个都不敢进去 小公子可要准备些什么 哼 少了一些人 小公子果然有趣 骆晴先是惊讶 随后便懂了莫里的意思 现在 这烟雨楼前 只有烟雨楼的人 就算是莫里做了法事 爷人不知道 那也是没有效果的 只见骆晴拍了拍手 身后的闺奴们 搬过来一口大锣 三声巨响传来 引得附近的人 都赶过来看看 想知道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街坊 前些日子 奴家的烟雨楼啊 出了些事情 为了不影响 日后的邻里关系 奴家请来了 协助七皇子 破案的莫小公子 让莫小公子 为烟雨楼 做一场法事 莫里抬头 看向烟雨楼 上空已经没有了 鬼气环绕 只要女鬼离开 烟雨楼就不会再出事了 不过 这烟雨楼 还有一个煞局要破 上人都后退 你这烟雨楼 女鬼是没了 可有人在你这里 设下了一个煞局 现在不出事 以后也会有问题的 那就有劳小公子了 说是日后 让奴家查出是谁 定然不会就这么放过的 莫里点头 不过在取出皇府之前 又朝着洛晴 眨拔了一下眼睛 不知道洛晴夫人 给多少酬金呢 小公子天纵奇才 之前协助了七皇子 一同为圣上办案 还是燕王府的做圣兵 能够请到小公子 来为奴家的烟雨楼 做法事 自然是不会亏待的 洛晴让人 奔来了一个小箱子 看起来沉颠颠的 他朝着众人轻笑 夹那箱子打开 里面竟然 放着满满一箱子的银元宝 夹起来 足足有上百两 众人见到 请莫里需要这么多银子 一片哗然 这去找得到高僧 那也只要几十两 一个矛头小子 当真值得这么多银子吗 小公子可满意 这话 洛晴是小声地 凑在莫里耳边说的 只见莫里满意地 笑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洛晴也跟着一起笑了 莫里走到烟雨楼门前 祭出一张防腐 单手其印 另一只手拿着驱魔剑 眉头青醋 一身阴郁之气 扩散开来 就算在人群边上的 也都能感觉到 周围的温度 似乎突然地降了几分 使令 破 驱魔剑位出窍 从尾端射出一道金光 黄芜在半空中 燃烧了起来 这一场景 将周围看热闹的人 还有烟雨楼的那些人 都给吓着了 口中止不住地惊呼出声 就连幻沙都没有想到 莫里的本事竟然如此高明 金光穿过烟雨楼 顿时将整个烟雨楼笼罩住 一道黑气 煞时被逼退了出来 逃窜到了门口 莫里紧盯着黑气 右手食指和中指冰笼 朝着那团黑气一点 算 话音一落 那黑气在半空中停滞了片刻 随着莫里的收手 原地消散 不见了踪影 这白虎开口的煞局 我已经帮你破了 也在烟雨楼里设下了一道保护阵 日后烟雨楼不会再出什么乱子的 有劳小公子了 刚才小公子那几下 倒是让奴家开了眼了 奴家这番多谢小公子了 只是 就这样 奴家还是有些不安心 这毕竟出了事情 到时候影响了生意 奴家这烟雨楼的姑娘们 可就吃不饱 穿不暖了 莫里从腰包里取出一张黄符 举肩夹住 随后又朝着烟雨楼的方向一致 黄符闪过一道白光之后 竟然在半空中消失不见 这下 更是让周围的人惊呼不已 感觉下巴倒惊掉了 洛情夫人前几日受了苦了 本公子也是怜香惜玉之人 面对美人 怎么可能只几小银子呢 这道符招印生财 日后出入烟雨楼的客人 也能够得上几分 莫里皮笑肉不笑 那道符也就是普通的镇宅符 反正洛情要的也只是一个噱头 他给了 要怎么把握 就看洛情自己的了 奴家这一箱多谢小公子 洛情朝着莫里微微攻身 表示谢意 让幻沙孔着那箱银子 莫里走在前头 人群中让出一条路了 打死你个死东西 都到了我胡妈妈的手里 还想着做什么情高啊 莫里跟着幻沙 还在念叨着 这箱银子要怎么用的时候 旁边的巷子里传来鞭打声 还有一个女人不停咒骂的声音 竟然不接客 你生是厨管的人 死是厨管的鬼 进了厨管 不管你接不接客 你这身子都是屋的了 莫里皱眉 原本不想管这件事情 这里可是花街 这样的事情不少 她管了这一件 还能管得了下一桩吗 当她正要路过巷子口的时候 莫里眼睛的余光 突然发现了一道清光 妖气 她抓鬼这么久 遇见的妖怪不多 这巷子里竟然还能有妖气 也不管里面是在发生什么事情 脚尖一转 走进了巷子 巷尾 一个身穿白衣的男人 被一群壮汉压在地上 身上的衣衫 脏乱蓝绿 头发里沾满了泥巴 一张脸被挡在头发后面 看不清楚模样 众人见到莫里走进来 纷纷停了手 哟 这位小公子的模样 真不错 小公子衣着不凡 特有熟悉的小官 胖女人笑得谄媚 扭着水桶腰 一步一步地走向莫里 莫里没有理会胖女人 目光落在地上的 那个白衣男人身上 莫里没有理会胖女人 目光落在地上的 那个白衣男人身上 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光 却是时有时无的样子 公子是喜欢这口 还不快得让开 将蓝冠扶起来 给小公子呀 瞧瞧模样 说着 胖女人又凑到了莫里的面前 小公子的眼光真好 这蓝冠可是奴家厨官里 最好的小官了 长得那叫一个妩媚多姿 白衣男人无力地挣扎着 却半点作用都没有 两名壮汉将她架了起来 身后的人一把扯住她的头发 将她的脸暴露在众人的面前 莫里见到白衣男人的脸 倒吸一口凉气 这白衣男人竟然长了一双幽蓝色的毛子 加上五官柔美 别有一半味道 衣衫因为挣扎 领口掉落在尖头 与打巴交一般惹人怜惜 小公子 你看 多少钱 哟 小公子这是要包银业 还是 买下来 莫里不确定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现在这虚弱狼狈的样子 他只能确定 这人身上有妖气 却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妖怪 正好他缺一个开门的 要是合得来就留下 合不来的话 只要不伤人 放了他 让他好好修炼便可 哎哟 小公子这可是在说笑 蓝关可是奴家的心头之物 怎么可以就这么拱手让人呢 若是小公子当真喜欢蓝关 倒是可以日日来找 你不知道我是谁 刚才烟雨楼外的动静 可是听见了 城中的案子可听说了 你若是不答应 本公子有的是办法 让你这厨管 从花街里就此消失 你是那个破了案子的莫小公子 胖女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莫小公子能抓鬼的事情 他早就听说了 要是真的得罪了眼前的这位爷 他还真就惹上麻烦了 小公子这可是说笑了 奴家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没有认出小公子的身份 当真是眼镯了 蓝关能够得到小公子的青睐 这是他的福气 那你这是愿意了 自然自然 只是这蓝关是奴家花了不少银子买来的 总不能亏了吧 当初买下蓝关用了一百两 这几日吃好喝好呢 若是小公子觉得银子多了 那不如给一张福也可 莫黎抬手打断了胖女人的话 眼中带着让人不能拒绝的笑意 这就说笑了 我恰好刚从烟雨楼那里取来了这次的酬金 买下这蓝关是可以的 只是 虽说是吃好喝好 可我买下来的时候 它可是一身的伤啊 华莎 公子我不清楚 要治这些伤的花费 你来帮公子好好的算算 公子 这狼关身上的伤大大小小的都有 上好的金疮药要五两一瓶 还有后续的诊治 七七八八算下来 许是有五十两的 哎呀 将人都打成这样了吗 五十两呢 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吧 胖女人皱眉 蓝扶桑身上的伤确实有些多 可也不需要五十两啊 但是碍于莫黎的身份 她也不敢质疑 像是吃了一口黄脸一般 虎哈哈的笑着 确实不是小数目 哎皇上 本公子一张符是多少银子来着 哎皇上 本公子一张符是多少银子来着 公子 之前和洛琴妈妈说的是七十两一张呢 七十 胖女人惊了 莫黎的一张符就要七十两 这可是她筹管小半个月的收入了 对啊 我写的符不比那些普通的 能驱鬼挡妖 还能聚起生财 更是有宁神的作用 你说值不值呢 本公子倒是愿意给你一张符啊 只是这么算下来 你似乎还道歉我二十两呢 胖女人有些犹豫 这栏冠是不卖业的卖了 现在要想着如何让自己减少亏损 这机会啊 只有一次 你可以用二十两买我一张符 若是以后 那便是七十两了 行 就一公子的 一张符 奴家再给公子二十两 这是符咒 放在主粮的正中间便可 二十两银子待会儿送来王府 这人我就先带走了 戴莫黎将蓝符桑带走了好远 胖女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手中捧着那张黄符 脸上笑开了花 快 放出消息 就说厨管也有莫小公子的福 举气生财 还能延年一瘦 哎呀 蓝符桑被莫黎安静在了院子里 让王府的人将它梳洗干净 又让人将伤口都处理了一番 莫黎再来的时候 蓝符桑的精神已经好了些许 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莫黎打亮着蓝符桑身上的清光 若是别的妖怪 此刻已经妖气盛起 可蓝符桑的身上 妖气还是时有时无的 你是妖 还是说你认识妖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是驱魔师啊 一张符都能够卖上七十两 你觉得呢 你是妖 还是说你认识妖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是驱魔师啊 一张符都能够卖上七十两 你觉得呢 突然莫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往前凑了过去 不对 单纯的认识妖 你身上的妖气 定然不是这样的 我是绊妖 我爹是妖 既然是你买下了我 任你处置 我本来就是储管的小官 什么绊妖妖怪 都是一个小官 闭嘴 哼 任我处置 且不说我这人对小官没兴趣 就算是有 我也不会要一个毫无感觉的人 这 这 花莎 这个人就交给你了 什么时候不当自己小官了 再来找我 说着 莫黎脚步飞快 匆匆飞奔似的从房中逃离 要是他再待下去 估计要被兰扶桑 那梨花带雨的模样给吓呆了 回到房中 便见到几日不见踪影的景云 端坐在桌前饮茶 气色比起那日好了许多 哟 小王爷这是终于出现了 你走都不说一声 亏了我那一夜还想办法救你呢 救本王 就是要将本王的屋子给拆了 景云似乎不记得那日莫黎脱衣 为他取暖的事情 只知道醒来的时候 满屋子的狼藉 怎么 我救你还错了不成 不敢不敢 莫小公子乃是圣经城中的大红尘 一张符纸高达七十两百银 当王怎敢 莫黎挑眉 眼烧尽是得意 他今日去烟雨楼造作了一番 效果还是有的 连景云都知道了 手拿过来 我再看看 你那日突然犯骨 我定然是要查个清楚的 莫黎镜子伸手 拉住景云的手腕 指尖搭在他的脉骨处 一会儿右手 一会儿左手 细细地整脉了许久 不对啊 你这脉象 浮尘 比之前好多了 那日 怎么还会犯骨啊 你都不知道 本王又如何会知道 你就不好奇 本王这几日是去了何处 刚才莫黎进来的时候 那骨子怪掉 景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摆明了 是对他突然离开 有所怨言 其实莫黎先询问的 不是这件事情 而是他的身体 这倒是让景云有些意外 嗯 小王爷去何处 哪里需要跟我这个小人物说 本王的人传来消息 说有你的玉佩的消息 真的吗 玉佩呢 本王带回来了 只是 似乎不是你要的 景云伸手 从怀中取出一块碧玉 上面雕刻着一条龙 色泽尚可 泛着淡淡的灵气 这样的俗物 怎么可能是我莫家的神龙玉佩啊 本王会再让人去找他 说是不确定的话 不会再同你说了 不用 下次有消息 还是跟我说一声吧 莫黎看了口气 沉沉地坐了下来 不再言语 他心中很乱 没有玉佩 遇上厉害一些的 他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景云见莫黎心情不好 现在也不是继续谈话的时间 随意地交代一声便离开了 岁日一早 莫黎便让幻沙去准备了些丧葬的东西 又让人将里中的尸体 从兵室里搬了出来 今日是里中的头七 既然是他将里中的尸体带回来的 那也要负责到底 小公子 这件事 真的不通王爷说一声吗 莫黎轻轻点头 景云对他算是不错了 那他也不能太蹬鼻子上脸 这王府是景云的 在他的地方办丧事 还是得同他说一声 交代幻沙别停了这边的事情 便朝着景云的院子飞奔而去 莫姑娘 本尊上次说的事情 你可想好了 莫黎还没有反应过来 伸手叫探想腰间的包 却被一只大手按住 莫姑娘该不会就忘记 本尊是谁了吧 忘记 我压根就不知道你是谁啊 莫黎这次还是背对着黑衣人 他的三脚猫功夫 可不是这个黑衣人的对手 现在双手都对着黑衣人 缠得死死的 根本正脱不开 那现在莫姑娘可要记住了 本尊究竟是谁 黑衣人的手慢慢向上 摸上莫黎的腰只 在腰间轻捏了一把 莫黎皱眉 眼中略微带着薄怒 你再动一下试试 我让你这辈子都当不成男人 哼 你若是舍得 本尊又有什么好怕的 怕是你自己以后后悔 放屁 莫黎借着黑衣人 恍神的功夫 脚跟猛踩他的脚尖 随后又拉住他 前置自己那条胳膊的小手指 一个转身就从黑衣人的怀中窜了出来 你看我以后会不会后悔 黄乎一扔 火光顿时从胡指的尾端燃起 莫黎双手捏绝 师兄 中印 燃烧尽了的黄服 仅剩下一道白光 朝着黑衣人秩去 莫黎眼中微怒 嘴角却缓缓地勾起 这道印不算狠毒 却可能让黑衣人 七日不能当正常的男人 谁知 白光还未靠近黑衣人 便在她的面前消散开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莫姑娘若是愿意跟在本尊左右 做梦 也罢 姑娘不愿意 那本尊也不强求 不过莫姑娘记住了 下次见到本尊 可唤本尊一声北唐 北唐脚步移动 身形快的只能看见残影 一下就窜到了莫黎的面前 莫黎还来不及反应 眼前突然黑了 对上一双漆黑如墨的毛子 唇间戴着一丝凉意 姑娘相吻 本尊铭记 说完 北唐便不见了踪影 莫黎还愣在原地 还手扶上阴唇 上面似乎还戴着北唐脸上 那张面具的温度 下次 姑奶奶卸了你的胳膊 带着一身露椅 气冲冲地走到景云的院子里 却看见景云端坐在树下看书 怎么 本王又找你了 那个 那个李中不是头七快到了吗 我就想着吧 这尸体是我带来的 他又没有家人朋友 莫黎原本组织好的语言 被之前北唐那么一闹 还有景云刚才那么一问 他不知道要怎么和景云好好说了 办丧事 本王不知莫小公子竟然还有这样一副菩萨心肠 你真什么意思 办丧是可以的 只是用了本王的地方 总要给本王一点租金吧 就三十两 如何 你 本王从来都不做亏本的卖白 而且你最近不是赚了一大笔银子吗 这点都不愿意 十五两 二十五两 少一两 本王将你院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扔出去 莫黎气得跺脚 谁让这就是景云的地盘 二十五两就二十五两 大不了他再写几张符想办法卖出去 谈好了二十五两 莫黎气呼呼地回到院子 这一天他还真的是到处受气啊 换杀 动静弄得越大越好 我要将礼中这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夜里 院子里挂着上等的白帆 礼中的尸体 放在一口上好的南木棺材里 莫黎穿着一身素衣 手持一根白竹 将棺材旁边的蜡烛一根一根点燃 点灯让你回家路 今生圆灭 来世絮 莫黎口中疑难 蜡烛点燃到最后一根的时候 已经是紫时 莫黎让院子里的其他人都离开 却留下了自己一个人 恩公 阴风起来 白竹上的火焰抖动了几分 礼中的魂魄从门口缓缓进入 一见到莫黎 礼中双膝跪在地上 眼中含着泪水 小人一生平庸 没想到死后 还能遇到恩公 有时为小人报仇 又为小人准备这些 小人 小人 莫黎看着面前的李忠 身上的鬼气已经恢复 在地府的这几日 黑白无常确实很照顾他 你起来吧 我做这些呢 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 恩公 您对小人如此之好 小人是墨尺难忘 近日前来 是为了认恩公为主 日后释放在恩公的左右的 李忠双手抱拳 然后又朝着莫黎不停地磕头 大有莫黎不答应 他就不停下来的势头 你不投胎了不成 不是的不是的 恩公 那黑白两位老爷说 小人的阳首未尽 可又错过了回到肉身的最好时机 只能先暂时到鬼道 等到阳首到了那天 两位老爷会再来接小人的 你阳首未尽 莫黎低垂着眸子 心中略微思索 不该如此 李忠就算是阳首未尽 七爷八爷也不会将人留下来 莫不是七爷八爷 心疼他孤身一人在这里 想要留下李忠做个帮手 你先留下 但我下次遇见的七爷八爷 我再问个清楚 你先留下 但我下次遇见的七爷八爷 我再问个清楚 若不是如此 不管你阳首是否尽了 我自己动手让你知道 轮入鬼道的下场 多谢恩公 日后 若是小人里中 有半点对不起恩公的地方 就让小人天打五雷后 灰飞烟灭 好了好了 你起来吧 既然你不会地府 你这头七也没什么意思 明日我让人将你先下葬了 日后就留在这里 没事的时候呢 帮我看着院子 莫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了 至于那个兰扶桑 要是能用就用 不能用就让他离开 就当自己做了件好事 解决了李忠的事情 莫离在王府中 又过了两日安生日子 前些天耗费的气力 在这几日都补充回来了 整个人显得格外的精神 小公子 快起来快起来 幻莎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身后似乎还跟着什么人 小公子您快起来 宫里来人了 宫里的李公公来了 皇上学您进见呢 这位便是莫小公子吧 皇上有旨 宣莫小公子进宫 这位公公 您确定皇上找的是我 不是景云吗 嘿嘿 莫小公子 这个就说笑了 老奴虽然年纪大了 可耳朵还灵着 皇上见的就是您 小公子 跟老奴走一趟吧 莫离轻咬着唇 转头对幻莎吩咐道 跟小王爷说一声 我去皇宫了 让他今日就别等我去诊卖了 李公公一路领着莫离 到景云帝的御书房内 莫离刚进去 大门就被关了起来 参见皇上 御书房内 景云帝手持猪笔 坐在高位上 听到莫离的声音 头也没抬 好像就没有来过这一个人 莫离眉头微皱 这是要陪我下马 微不成 莫离也是个倔性子 景宁帝是这些人的皇帝 可不是他的 既然景宁帝不说话 那他也不需要 再抱拳抬着胳膊 干脆放了下来 占得笔直 景宁帝身边的折子 越来越少 批到最后一本的时候 才开口 原来莫小公子已经在了 朕还没有注意到 可是让小公子久等了 无妨 皇上也是专心国事 乃万名之福 老七的陈词里提到 这次圣经中的女鬼杀人案 你出力不少啊 皇上夸奖了 这是恰好在我的能力之内 主要查案的还是七皇子 老七的本事 朕清楚得很 你就不要推辞了 你是阿云府上 为阿云调理身子的 今日 朕见到阿云的精神 好了不少 可是因为 有你细心调理的缘故啊 这几日 小王爷的身体 确实好些了 只是 还需要调理 你的意思是 阿云的身子已经好了 只要再多调养些时日 便可以完全痊愈了 也不是 小王爷的身体 自小便不是很好 还有一些杂症 我也诊断不出 只能慢慢调理了 原来是这样 朕还以为 阿云的身子已经好了 阿云这孩子 自小就是命苦 没了爹娘在身边 日后啊 可要你多多的照看了 莫里点头 连忙应下 又到了一生 皇上慈爱 天下之福 之类赞誉的话 这才终止了这个话题 你这模样倒是不错 就是这头发古怪了些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你这般 雷实是有些不妥样 莫里不明白 景宁帝的意思 只能顺着他的话说道 回皇上 我原本是跟着师父云游的 师父缘济之前让我很俗 头发这才长出来的 原来如此 你还曾是个方外之人 难怪会有如此本事 果然是江山带有人才出往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的道行 不错不错呀 明日宫中穷花宴 让阿云带着你一起来吧 皇上 这穷花宴是 你到时候来了便知了 说着 景宁帝自顾自的 大笑着 从御书房离开了 景宁帝刚走 外面候着的李公公 就走了出来 又领着莫里出了宫 穷花宴 莫里暗暗咬着这三个字 按照道理 皇宫中的宴会 以他的身份 是不可能参加的 还有今日景宁帝的态度 他越来越觉得奇怪 哪有人只顾侄子 不管儿子的呀 就算是儿子再多 那又怎么样 就是不知道 景宁自己知不知道 次日 穷花宴上 莫里还是紧挨着景宁坐 只是这次 莫里单独有一个位置 不是在景宁的身后服侍 景宁 这穷花宴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还特地给我弄来了衣服 让我换上衣服来 昨日你答应黄伯伯的时候 没有好好问 我要是问了 还用得着问你不成 穷花宴室宫中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宴会 只邀请黄祖 和无品以上的大臣的子女前来 黄伯伯到时候 会领着李贵妃露个脸 之后就会走了 景宁说得含蓄 莫里一下就明白了 感情 景宁帝是让自己 来参加一个大型的相亲宴呢 景宁抬手 饮着茶 一腔里发出轻笑 似乎没有感觉到景宁洁的敌意 一脸轻松地看着她 这穷花宴何时说过 本王不能来 景宁洁轻哼了一声 对景云的态度不满 却不敢言语 目光转向 坐在景云旁边的莫里身上 这位便是圣经城内 鼎鼎有名的莫小公子吧 怎么 这位贵人也想要买两张符 莫小公子果真如坊间传言 那般为人爽快 景宁洁还要说什么 偏偏这个时候 景宁帝带着李贵妃到了 众人见到景宁帝 纷纷跪下宁洁 都起来吧 景宁帝见到景宁洁 眉眼中透着欢喜 老三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些日子 说出去游历 可见识了些什么呀 父皇 那江南烟雨确实美 还有塞外的风光 也着实不错 儿臣看着这些 便想到 这都是父皇日夜 幽司朝政的结果 心中感慨 便赶忙回来了 景宁洁的话 很是讨巧 对比一直坐在角落里的景宁兰 莫黎便觉得 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就算是景宁兰的母亲做了什么 景宁帝身为父亲 也不能这样区别对待吧 还未说话 只是心中念头一起 手背上突然落下了一个手掌 转头一看 便见到景宁稍安勿躁的眼神 皇上 您看看 这亲儿子 总归是亲儿子 三皇子出去游玩 都将您十克气挂在心上 当真是个好孩子呢 李贵妃看准的时候倒上了一杯茶 眼神从景应节的身上瓢过 不知道为什么 莫黎似乎看见了一丝不对劲的眼神 今日琼花宴 咱们可要好好地为三皇子瞧瞧 今日来的优秀女儿家可不少 听闻 秦下的大丫头也来了 说着 李贵妃媚眼微睁 朝着前方张望 清儿 来了 还不知道过来给皇上瞧瞧 人群中 一位身穿浅绿色裸裙的女子 缓缓起身 乌发挽成云气 一只碧玉簪点缀在其中 浑身透着素雅淡然 女子脸部轻移 走到正中间 在路过景云桌前的时候 步子明显放缓了一些 向眼飞快地看了景云一眼 脸颊之上 红霞飞起 皇上万岁 李贵妃尽安 莫黎看着秦清的背影 微微砸八只嘴 小心翼翼地凑到景云的耳边 这姑娘刚刚瞅了你一眼 估摸着是看上你了 景云抬眼 这才看了秦清一眼 恰好秦清这个时候 也在看着景云 两人的眼神对视 莫黎笑嘻嘻地看着 敏锐地察觉到了八卦的味道 秦清 前些日子回来的吧 盛京城可还住得关呢 今日穷花宴 你可要好好地看看 不只要给自己看 还要看看 有没有适合秦阴的丫头 景云帝又简单地补充了一句 随后就领着李贵妃离开了 秦清 你回来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三皇子 难不成我还有什么事情 都同你说一声不成 说完 他又看向了景云 云哥哥 身边这位小公子有些面身 也不介绍一下吗 莫黎 等王身边的随从 云哥哥 身边这位小公子有些面身 也不介绍一下吗 莫黎 等王身边的随从 原来如此啊 这小公子好生奇怪啊 这位小公子男生女相 看着讨人喜欢 不知云哥哥可否 让他去我府中 我刚到圣经 府中正是缺人的时候 莫黎没有说话 只是转头看向景云 你若敢说一个好字 我就和你没完 本王可管不了他 他是请来的 并不在奴挤中 而且他性子急躁 不适合你 莫小公子 本王可说的对 小王爷说的不错 我的去留 是我自己决定的 这位秦小姐 若是想要的话 要看出不出的几钱了 那小公子的价钱 是多少呢 看我心情了 若是王爷 我分文不取 若是你 我如何 那就不好说了 估摸着 无价 你 秦秦这下可忍不住了 莫黎这拐弯磨脚的 表示看他不顺眼 我今日才见小公子 可是有什么地方 招惹了小公子不成 水来小公子 这般不惜 秦秦一边说着 眼神一边观察着 景云的反应 见他没有半点 其他的反应 原本装出来的难过 就变成真的难过了 云哥哥 我 好了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莫黎的去留 本王无法做决定 事后就不要再 同本王说这些事情了 说吧 景云拂休起身 转而看想还坐着的莫黎 可愿意走 莫黎正要应声 突然想起了 还坐在角落里的景云兰 朝着景云道 你到门口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跟上 莫黎拿了几块枣花酥 正要朝着景云兰的方向过去 便见到他飞快地起身 走向画坊的外面 眼看着 就要踏上小船离开了 阿兰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好的是朋友吗 怎么现在 见着自己 就像是见了鬼似的 景云兰听到莫黎的喊声 脚步微微停顿 又踏上了小船 没有说话 看着景云兰离开的背影 莫黎更是不解 不打里边算 哼 一只脚刚踏上岸 莫黎面前 便出现了一只手 伸着手往上看 竟然是景云 不是让你去门口等我吗 本王觉得 你似乎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不如在这里等着你 你心中有愧疚 日后帮本王做的事情就更伤心了 莫黎别嘴 哼哼了一声 心情不佳 也不想要和景云多争吵什么 双臂环抱在胸前 跟着景云的人离开了 景云兰站在身后 看着莫黎离开的背影 眼中分明是透着不舍 跟在景云兰身边的出血 知道她的心思 眼中深沉 竹子 以大局为重 我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我会以大局为重的 见莫黎和景云的背影 逐渐消失在宫墙之后 景云兰的脚尖一转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莫黎跟着景云回到燕王府 通景云闲丑了几句 便一头钻进了自己院子里 这几日花费的福祉不少 得多协计长出来 以防不测 刚踏进院门 便看见李忠和兰福桑 在院子里对峻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恩公 兰福桑见到莫黎 一抖一袍 直接跪在了莫黎的面前 恩公 那日是小人自怨自艺 闲些枉费了恩公的一番心意 恩公 那日是小人自怨自艺 闲些枉费了恩公的一番心意 你明白了就好 若是你想留 就留在院子里 和李忠一样 帮我看好了这个院子 若是你还有其他的家人可以投奔的 便离开吧 恩公 若不是您 小人此刻还在厨馆里不知终日 受尽折磨 是恩公给了小人重活一次的机会 小人自当是跟着恩公的 日后 为恩公赴汤蹈火 再做不息 莫黎低头看着兰福桑 说话的时候 兰福桑身上的妖气随着她的气息盛起 而陡然地生了一下 莫黎眉头微醋 心头略微思索着 看着妖气的状态 浓郁醇厚 兰福桑的妖怪爹 应该不是什么简单的妖怪 有什么不懂呢 便去问里中 府中有什么不明白的 去找幻莎 日后你便跟着我 见莫黎留下了自己 兰福桑很高兴 笑得眉眼弯弯 原本柔美的五官 看起来竟然还有些男子的阳光 莫黎忍不住地摇头 眼中也带着笑意 正要进房 脑中突然闪过一道光 神子下意识地转过来 远眺着前方 神态有些紧张 那个方向是哪里啊 那边没有什么呀 就是普通的街道啊 你看不到那边 飘荡着的鬼气吗 公子说的 可是那边飘荡着的黑气 小人只能看见 那边飘荡着一层黑气 已经有些日子了 小人前些时候还见过一次 原来就有吗 每次都如此 这圣经城里的事情 也太多了些吧 这天子脚下 竟然会起这样的鬼气 这该是死了多少人才行啊 这几次的要更为浓郁一些 之前都是单薄的一层 公子 这鬼气 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公子 这鬼气 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莫黎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身边的两个人一眼 李中还在努力的 想要让自己看见 莫黎口中的鬼气 而兰浮丧则是好奇 若是真有问题 待会儿去查看一番 便知道了 半日后 见天色见身 莫黎揣着骨闹闹的腰包 领着已经痊愈的蓝浮丧出了府门 这次破天荒的没有戴上幻纱 莫黎也想知道 蓝浮丧究竟有些什么本事 夜里的圣经城比起白日还要热闹 花灯出上 各式各样的花灯 起起点亮 恍若白昼 公子 这是要去哪里啊 哎 圣经城中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啊 最高的地方 除了皇宫 便只有厅语楼了 厅语楼 那厅语楼一共四楼 是除了皇宫之外 圣经城中最高的地方 可那里的四楼 除了皇族权贵 还没有其他人上去过 这么厉害 那是个什么地方 莫小公子想要去厅语楼 本皇子倒是可以让纪楼主卖个面子 蓝浮丧正要说话 身后却传来锦印节的声音 确实是想去 但是我想 还是不要劳烦三皇子了 莫黎既然答应了和锦云合作 就不会与他的死对头 有太多的交集 说着 他就要带着蓝浮丧离开 可锦印节不让 三皇子 这是何意 本皇子只是觉得 既然莫小公子想去 那本皇子可以奉陪 那厅语楼可不是随便能进的 就算是锦云 也只能在二楼徘徊 本公子突然对那厅语楼 也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看上次的烟语楼 也挺高的 洛晴和我 也算是还有几分交情 让我爬个楼顶 应该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莫小公子这是铁了心 不需要本皇子的帮忙吗 是 扶桑 我们走 请应杰双手捏拳 牙关紧咬 长这么大 我还从未在一个平头百姓身上 受这样的气 莫小公子又如何 身为皇子 我有的是办法给你好看 嗯 还不错 至少没有让我太失望 蓝扶桑毕竟是伴悠 之前在橱馆中 被那个胖女人欺负多了 性子也就软了不少 现在稍稍放开一些 就比礼中还要好用 日后他在想办法 让他好好修炼 定然能够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得到莫离的赞许 蓝扶桑眼中也透着心细 心里像是吃了蜜似的甜滋滋的 这也要多谢公子 好了 天语楼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这么神秘 景云这样的身份 都只能上得了二楼 这祭楼主在圣经城中 鲜少露面 却身份斐然 明明身处朝堂之中 却又置身室外 非常之厉害 公子 咱们还去天语楼吗 这么厉害的地方 当然要去看看了 景云杰说四楼那么难上 我倒是要去看看 有多难上 有蓝扶桑领路 加上天语楼的位置十分显严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天语楼前 公子 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当然是别的地方咯 莫离转身 直接从门前走过 伸手从腰包里 取出两张符纸 摊开放在左手手掌上 右手食指中指并路 口中念念有词 伸手在符纸上 划过几道 最后 嘀喝一声 十六 收 拥香 起床 拥香 我 敍